第1701章这遇见是天仙戏 易云天才刚刚把丹药吞下去 小灰当时就怪叫了起来 你先磨丹 吃一颗功力增强一成 那瓶子里至少有十几颗 居然一口气都吃了 不要命了 你就等着元神爆裂吧 秦峰见得平时都嘻嘻哈哈 没个正形的昆蓬小灰如灵大敌的模样 当时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易云天知道自己已经被宗门当作了弃子 与秦峰的一战只能胜利 不能失败 所以才会吞下这逆仙魔丹 他已经要不了自己的命了 他能够选择的只有对宗门有价值地死去 或者毫无价值被当作笑柄而死去 面对风魔了的易云天 秦峰所做的也只剩下全力一战了 正如秦峰之前展示的实力 他的境界虽然在散仙境四中九层左右 可他因为元神是天仙境 虽然不能使用天仙级和地仙级的神念 却可以将有限的神念发挥得出神入化 就比如秦峰狠辣出手 以剑峰侯帝级杀了同境界的金峰 以及击败九十九名同境界那门弟子 还在他们脸上画乌龟 这种种神迹 都是源于他有天仙境界的元神 面对因为服下了大量 以仙魔丹而实力暴涨的易云天 秦峰要做的只有 扬长必短 我要抓住他的要害 一级定胜负 正思良之时 易云天已是猛地跳到了试炼台上 壮如蜂魔 手中与他弟子极其相似的贺宇剑 只不过光芒比之前弟子的更胜 仅仅是抽剑而出的瞬间 只听得搜帝一声如雄鹰震翅的烈响 整个试炼台之上 星红与剑乱飞 如剑气纵横嗖嗖嗖地朝着秦峰穿刺过来 易云天正常情况下的语剑应该是纯白颜色 此时此刻居然是星红颜色 他的力量暴涨了至少一倍 而且这应该是元神爆裂之前的征兆了 易云天专修的贺宇千换剑 乃是一门帝仙神通 修炼到化镜就可以斩甲格帝仙 更何况是他服了这么多丹药 还暴怒出手 不分各宗门使者 还是天鹤宗自己的高手 心里皆是涌出了同一个念头 这小子 怕是晚了 争争争云天长笑一声 瞬间 一道道的宇剑光芒从他周身涌起 一道道的剑芒飞是虚幻 乃是道道真实 剑剑夺命 在不停朝着秦峰轰击过来的同时 失手的宇剑还会以一个弧形角度飞旋回来 对他进行防守 刹那之间 整个失恋场内 星红与剑如玉天轮回 令人目不暇接 公则所向披靡 守则门户森严 一套赫宇千换剑在亦云天的手中 竟变成了弓手兼备的神迹 亦云天听得全场对自己实力的惊叹之声 更是值得一满 大声呼喝 死来 握在他手中的赫宇剑皱然一抖 神剑瞬间一以化石 高高飞起 转瞬化为石头神棚 尖利思教 道道几如真实的神念波动层层叠叠复压压而下 陈鹏伯龙阵 这是连真龙都要被困死的仙阵 全空欲缺之上 一名外宗使者似是实在看不下去 天鹤宗这般欺负人 大声提醒道 阁下立刻动手 务必在时投金鹏交会之前击败镇主 否则地先也难救你 听得那名外宗使者的话 大长老金明已是冷笑了起来 就凭他能在实习之内击败 服下了逆仙摩丹的一云天 若他真有这个本事 我今某人叫他爷爷 话音未落 秦峰却已是动了 纵身跃起 右手缺武斜剑 却不是刺向防备森严的一云天 而是 这小子怕不是疯了 连那出言指点秦峰的别宗使者都惊住了 难道以为我在故意害他不成 只见秦峰听了那使者的话 居然都不抓紧时间去攻一云天 反而去攻击他已换剑化出的石头神棚 这不是舍本竹墨 自己找死 又是什么 不是阵法 硬闯啊是没有办法 别人提点他破阵的关键 居然还不照做 那就是自己找死 别说是地心了 天心来了也就不了 蠢货 死吧 一云天的一洋洋 狂吼一声 石头神棚骚然向着中间一点巨拢 瞬间化为一头 眼神犀利森朗 如是真的太古一种那般 剑笑惊天 滚滚金芒层层叠叠叠如电如剑 在这一刻轰然汇聚 争的一声 剑银冲天 耀眼金芒剑一如雨 带着无穷杀意 似要把这事恋场变成埋葬一切的剑种葬地 完了 看到这时到神棚和二为一的可不凶兽 李蒙都不敢去看 神棚一急落下 行风只怕尸骨不存 一云天根本就是想一剑 就斩杀了寒冰门圣子秦锋 挽回自己的面子 如果说秦锋之前的打算是在石头神棚汇聚前各个急迫的话 现在他的谋算已经彻底失算了 然而 秦锋的反应却是 来得好 别人以为秦锋是要各个急迫 哪里知道 他等待就是石头神棚聚而合一的这一刻 秦锋不躲不避 直接朝着半空中的神棚撞去 一长老 杀了他 见到秦锋自寻死路 天鹤宗的弟子都不由为之兴奋 虽然秦锋祭练神塔之后 今天又让天鹤宗上下丢尽了颜面 但若是一云天当真一剑杀了秦锋的话 足够用他的鲜血洗去不少耻辱了 砰 秦锋的一生 然而 没有众人想象中惨烈 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样 秦锋直接被神棚撕得粉碎 而是 秦锋右手那柄在他们看来平平无奇的漆黑铁剑一击打出 竟然不可思议地与神棚对撞一击 群长的黑铁剑居然没碎 只是作然一天 带着秦锋的身体一起朝另外一侧滑去 而就在这时 争 秦锋的左手 莫的又飞出了一柄长剑 剑身长彻如青天 正是 天帝轻玉剑 秦锋右手松开的同时 双手莫的握住了天帝轻玉剑 以整个散仙界所有品级都要高的利息 莫说是一个寻常可以震杀地仙以下的神棚薄龙阵 就算是当年可以吞噬掉中土世界的吞天族大能 也经不住天帝轻玉剑的一击 双手握剑 轻玉剑作然击中了神棚幻影最脆弱的地方 他的咽喉 一剑刺出 一剑刺穿 不可一世的神棚虚影尽是在这一剑之下骚然粉碎崩解 漫天金芒羽剑 骚然粉碎化为迎风乱舞的光线 真实地刮在整个试炼场上所有人的脸上 就在这时 杀 一云天狂吼一声 也不后退 缠绕周深的幻羽剑芒瞬间化作了剑海 向秦锋碾杀而去 即便秦锋破解了他的神棚薄龙阵 但他还有贺雨千换剑这样的地仙神通可以使用 他拼尽一切 也要杀了秦锋 人力未到 剑海仙道 因为秦锋还没有到散仙境武中 还不可以再散仙界欲空 他的剑海轰下的位置 不是瞄准了秦锋 而是直接将秦锋坠落下方的所有位置全部封死 就在他的剑气纵横朝着秦锋袭杀过来的同时 一云天不满血丝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狠色 因为他得手了 眼见着秦锋坠落到了剑海之中 就要被万剑穿心而死 偶然 一剑荡出 秦锋居然施展出了中途最强的防御剑术 莫子剑法 成千上万剑芒在秦锋大巧若拙的剑技面前 竟是滴水不漏 无有一剑刺在秦锋的身上 最多三级 他手里的剑必然要碎了 秦锋看到秦锋居然伸入剑海 准备硬挡万千剑芒 顿时冷笑了起来 要是鹤羽千换剑的傲益 羽化剑海如此好破 那都不是帝仙神通了 如果是寻常的剑 即便是帝仙气 也不可能承受得住这么多道剑芒的攻击 你看 还有最后 秦锋的话音刚落 秦锋已是接二连三 连续又挡住了十几剑 手里的清玉剑没有丝毫颓势 反而光滑愈发灼灼耀眼 映着漫天剑芒 越战越勇 精明的脸色顿时就僵住了 下一秒 他与天鹤宗主的目光不经意肩对视一眼 皆是一变 难道说 这小子手里最大的宝贝就是那把清玉剑 这样的强度 有可能是天仙气 天鹤宗主登时就用神念入蜜 冷冷说道 就算寒冰们不要了 此次的清玉剑 我们也必须要弄到手 就在两人各怀鬼胎之时 秦锋手中清玉剑 施展莫子剑法 剑来剑挡 剑去剑收 滴水不漏 简直如同神迹一般 正子他到哪里学来了这神乎奇迹的剑法 他 他该不会是要把这剑海里的剑 全部都 全部都挡下来吧 就在李蒙等人目瞪口呆地以为秦锋真的要以利破桥 挡下自己的换剑时 骚然秦锋严密无剑的防守 出现了一道破绽 死 来 易云天如果能看不出秦锋的破绽 当时 剑芒如虹 似找到了缺口的洪水 弄 剑芒瞬间击穿了秦锋握剑的右臂 刹那之间 血肉喷剑而出 天地轻易剑脱手 尊主大人 正子大人 小灰与李蒙等人士一起惊叫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争 一声刀芒乍响 瞬间几乎让人耳膜都刺痛起来 第1702章杀个长老还受伤了 秦锋的动作快若迅雷 所有大部分人都没有看清他是如何由剑变刀 横空出手的 即便是小部分看清楚的人 除了熟悉他的小灰以外 其他皆是完全惊恶的不明所以 因为秦锋的刀 实在是太快了 右臂受伤 心欲剑脱手的瞬间 右手握住一柄带撬长刀 左手握住 抽刀 披斩一气呵成 快到让人的眼睛根本跟不上出刀的速度 等所有人听到那一声锐利刀响时 一切已经太迟了 秦锋出其不意的刀芒瞬间粉碎掉了一云天斩出的幻剑 剑还粉碎 刀芒消散 这场惊天动地的比斗居然是以平局告终 精明调整着自己一波三折的呼吸 却还是大声说道 胜负已分了 易云天长老毫发无伤 行风这小子的右臂已是伶丁欲断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精明指高气昂 眼高于顶 冷冷横道 如果你们还想保住你们圣子的命 最好叫他现在跪下来跟宗主大人认错 并向易云天长老求饶 这样一来也许他还会放你一条生路 听得精明说的这番话 所有天和宗弟子乍听之下 还没有发觉出问题 陡然小灰却见笑了起来 干嘛要跟一个死人求饶 死人听得这话 所有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护弟就有人惊叫了起来 易长老只见一道整齐的刀痕 不 确切地说 是一把战刀 从易云天的后肩劈下 乐下劈出 几乎完整地没入到易云天的身体里 但秦峰的刀实在是太薄了 也实在是太快了 以至于除了易云天自己之外 谁都没有发现 直到那一具身体顺着刀痕一分为二 一前一后递栽倒在是炼台的青砖上 至于身体里面的血 早就因为逆纤魔丹的作用下 变成了漆黑的颜色 递在这青砖之上 是扎眼的要命 关键易云天的脸上至死都流露着 好似他才是最终赢家的笑容 一个死人是不要什么面子了 他丢的面子 是整个天鹤宗的面子 他的刀 难道说又是一件天仙器 这一下大长老精明彻底惊住了 毕竟这已经是短时间内第三次被秦锋 同一个人打脸了 先说秦锋不可能破神蓬伯龙阵 秦锋破了 又说秦锋手里的天地青玉剑毁碎 青玉剑不但没碎 还破了贺宇谦换剑 最后 他又说秦锋输了 要他跟天鹤宗主和易云天道歉求饶 这下更好 秦锋直接把易云天给斩了 精明简直都要被秦锋打脸打出魔阵来了 也许他不开口 情况可能还不至于会这么糟糕 或者说干脆说反话算了 也许秦锋反而就输了呢 但精明心里不甘心啊 他哪里甘心啊 而且他觉得完全不合理啊 机缘巧合得到一件天仙器 是完全合理的 毕竟这个事情上总是会有运气好的人 但是 如果随便拿出来一件武器就是天仙器 这未免也太夸张了一些 不 不是天仙器 天鹤宗主陈生说道 只是因为快 他那把战刀没有品级 只是他对力量的控制精确到毫厉 爆发出了散仙境四中九层最强的速度和力量 勤锋的明红刀 乃是天照刀的底子 拿到散仙境来 的确就是没有品级的凡物了 其中的明红刀魂 也没有觉醒 天鹤宗的判断并没有错 可是能够以一把凡兵 紧紧以快的速度来斩杀一名天鹤宗的长老 这事情未免也 太匪夷所思了一些 而且连天鹤宗主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秦锋的出刀 居然可以快到接近光速 甚至超过光速 以至于在刀芒与剑芒对撞之后 还能穿透过来 一刀斩杀一云天 这不科学 可就在这事 更打脸的事情来了 秦锋贴下受伤的右手 左手隔空一收 神念外放 将那柄斩杀了天鹤宗长老的战刀收了回来 缓缓推入窍中 他左手欣然粘起出一枚丹药 捏碎了撒在右臂肩膀的伤口上 居然还受伤了 算了 流了一点血 就当买个教训好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他杀的可是天鹤宗的长老 而且还是吞了逆仙魔丹后 实力暴涨的天鹤宗长老啊 难道不应该是他被一云天斩杀吗 能够反杀一云天 不过才受了一点皮外伤 还要怎么样 居然还说买个教训 这一下前来官里的其他宗门强者皆是摇头 要么辞子有天大背景 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才有这么大的口气 要么辞子就是太过膨胀自负 迟早一点就要倒大霉的 就在所有人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天鹤宗被秦锋斩了一个长老 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焰的时候 秦锋又开口了 我战胜了一云天 如此一来 婚约一世 硬是自动作废了吧 话音落下 金鸣顿时咆哮了起来 小畜生 你休要欺人太甚 讨了便宜还卖乖 你在我天鹤宗地盘上连杀两人 连杀百人 你还要怎么样 当真以为我们天鹤宗不敢拿你怎么样不成 金鸣此时已几乎要气炸 口不择言道 李信不信今日老夫就拼却脸面不要了 将你击杀当场 金鸣此时已经气炸了 秦锋却是冷冷而笑 欲发地冷静 他抬起手来 一枚留影宝珠缓缓脱起 其中映照出来的场景 正是秦锋与金鸣等天鹤宗长老在练神塔利下赌约时的场景 当时的金鸣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现金石今日这样的情况 冷笑着满口答应了下来 这就尴尬了 这就非常尴尬了啊 难道金长老自己说的话 都不愿意承认了 秦锋拍了拍衣袖 将宝珠塞回到自己的衣袖里说道 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 应该是言而有信 小灰也是在后面见笑道 不然说话跟放屁有什么差别 你 你 金鸣的脸已经因为愤怒而抽搐了 第四次打脸了 这已经是在短时间内 被秦锋第四次打脸了 这真的是打出魔证来了 第1703章昏退了 告辞 原本金鸣以为秦锋也没有真凭实据说他答应过退婚之事 大不了老脸不要了 直接抵赖掉 反正他已经被秦锋打脸打得几乎没有脸了 拉里比得上宗门这吞并寒冰门的大业重要 拉里知道秦锋是何等聪明的人 如何能不防备着天鹤宗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 当时他就已经防备着天鹤宗会反悔 所以早早就录下了金鸣答应他赌约的场景 现在好玩了 真的是好玩了 毕竟天鹤宗还没有牛掰到可以与任何宗门为敌的地步 如果今天天鹤宗依旧死不要脸 不答应与寒冰门解除婚约 可能他们还没有吞下寒冰门 别的宗门就以天鹤宗言而无信 散仙界败类等等的由头 联合其他宗门直接把天鹤宗给吞并瓜分了 毕竟散仙界本来就强者为尊 想吞寒冰门的宗门不在少数 想吞天鹤宗的必然也数量不少 如果给了他们一个由头 那绝对是灭门之祸 尽在咫尺 别的不说 就说前来官里的这些个宗门 回去一合计 拿为寒冰门出头这件事做个借口 搞一个联军出来 分分钟就可以平推了天鹤宗 此此简直可恶 金明此事已惊细地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哦 我不曾说 他正要破釜沉舟 赖掉这件事情 忽地天鹤宗主开口了 好了 显然相比今日已经颜面尽失 接近暴走的金明 天鹤宗主的心态还算是比较正常 他沉生说道原本我们想要两派结勇士之好 成为殷亲的关系 但既然贤侄你如此激烈反对 我们天鹤宗也是好强人所难 而且天鹤宗主免礼藏真道 我们天鹤宗的圣女非但不是什么架不出去的丑八怪 而是提倾之人早已踏破了门槛 我们的圣女不是没有人要 与其两宗为此事闹得如此不愉快 那就作罢好了 秦峰听得天鹤宗主的话 便知道 他这样当庭表态 就是同意两宗解除婚约了 至于什么圣女不是嫁不出去 什么两派勇士之好 前者是为自己挽回面子的客气话 后面却是骗鬼的话 人家丢了面子 又丢人 还不让人说几句场面话不是 秦峰笑了笑 拱手说道 如此的话 多谢宗主大人成全了 天鹤宗主却是淡淡一笑 语气带着一丝有些叫人觉得别扭的殷勤 虽然婚约解除了 但两派毕竟同盟多年 同气廉知 贤侄不如在天鹤宗多住几日如何 也好叫本宗主略禁地主之仪 免得回去禀告的时候 皆是宗里的坏话 影响了两宗的关系 就不好了 不是献殷勤 非奸即道 这样简单的道理 秦峰怎么可能不明白 他当即眯起眼睛 不嫌不淡地回答道 我们此行乃是为退婚而来 既然婚已经退了 宗主也表示不会以此发难和追究 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多做逗留了 告辞了 谁也不曾想到秦峰居然直接告辞了 一点都不给天鹤宗主面子 但此时此刻 秦峰已诛杀一名天鹤宗长老的威势 还真的没有人可以拦得住他 看到秦峰转身离开 天鹤宗一杆强者高手正要发作 莫地秦峰就又回过身来 在他的手里 依旧是一枚流银宝珠 对着天鹤宗主所在的浮空宝缺上晃了晃 笑道 宗主大人 刚才你同意两宗解除婚约的事情 我已经录下了 还请您信守诺言 不要拿天鹤宗的声誉开玩笑 告辞了 这回是真的告辞了 天鹤宗为在室恋场上的弟子 何止上万 但却根本没有一个人胆敢阻挡秦峰与寒冰门一杆弟子离去的脚步 已知他们在七天之前才来天鹤宗的时候 人见人息 人人都赶上来取笑他们的场景 已是恍如隔世 就连跟随秦峰一起来到天鹤宗 实力很糟糕的摆明寒冰门弟子 此时也因为秦峰的壮举 感到面上有光 腰板挺的笔直 哪里还有半点来天鹤宗的路上 管秦峰叫废物圣子时的模样 正如秦峰对小辉所说的 别人的尊重 说到底是靠自己的实力来争取的 秦峰现在 就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靠着为寒冰门争来面子 以为自己赢得了这些寒冰门弟子 发自心底的尊重 然而 就在这时 忽帝有人发现了一个问题 秦峰等人来到天鹤宗的时候 是做内门护法杨雄的飞进来的 可是众人走的时候 却丝毫没人有喊上杨雄 这个寒冰门叛徒的意思 也就是说 寒冰门原来的内门护法杨雄 从实际上已经被寒冰门弟子 门给开除了 杨雄正想跟过去 忽帝那名之前指点秦峰破阵之法的宗门使者 欲空而起 追上了秦峰的脚步说道 圣子此去寒冰门路途遥远 不如有我欲见但你们一成如何 那宗门使者停下脚步 欲在空中 朝着秦峰拱了拱手自曝家门道 在下玄岳宗上玄 想与圣子殿下交个朋友 这一下 天鹤宗主更加不敢轻举妄动了 因为玄岳宗实力与天鹤宗相比 只强不弱 他们居然对寒冰门的秦峰等人伸出了橄榄枝 那天鹤宗如果再对秦峰动手 那恐怕就难以避免地要与玄岳宗直接对抗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秦峰听得那上玄的话 虽然还有戒心 知道这玄岳宗使者应该是有所图谋 但世间万物 本来就是一物将一物 能够利用玄岳宗来牵制以下天鹤宗也未尝不可 他是中土大帝 制衡对抗的手段 早已了然于凶 于是秦峰欣然拱了拱手 笑着说道 多谢上长老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上玄笑道 我非是玄岳宗长老 圣子谬赞了 请吧 看到上玄喷出一口明月天剑 载着秦峰等人风光无限地域空而去 眼见着秦峰等人扬长而去 天鹤宗众人只觉得都要闷过气去了 就这样放慈子走了 天鹤宗大长老精明低声对宗主道 要不要我们假扮一下 动手截杀慈子 正好夺来他手里的轻玉剑 岂不是一件美事 天鹤宗主却目光阴沉 缓缓说道 我本来以为慈子心高气傲 目中无人 必然不会接受玄岳宗上玄的提议 甚至可能会叫玄岳宗都下不了台 毕竟之前他与易云天对决时候 上玄为他指点破阵之法 他却我行我素 毫不领情 天鹤宗主宁气恋声说道 谁曾想到 慈子竟欣然答应了 金明亦忧心忡忡道 看来慈子非是血气之勇 无法无天 若他成长起来 必是我宗敬敌 他又继续说道 玄岳宗的上玄与他们一路 我们肯定是不好随便动手了 那玄岳宗的上玄 实力再散先进六中 除非我们在座之人动手 否则恐怕很难杀掉他 既然是做杀人越货的勾当 如果不杀上玄 等于导持利刃 受玄岳宗以鼎 天鹤宗恐有灭顶之灾 天鹤宗主义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此事也只好作罢了 就在这时 金明的目光骤然往手足无措 进退失去的杨雄身上看了看 对着天鹤宗主道 您可不要忘记了 这里还有一个寒冰门的那门长老呢 若是寒冰门内部分齐 让他去截杀秦锋 岂不是一个妙招 金明对天鹤宗主说的话 都是用神念入密 以杨雄现在的实力境界 又哪里能听得清楚 杨雄只觉得周围天鹤宗众人 皆是对自己冷淡无比 尤其是那之前与他平平送秋泊的天鹤宗圣女 更是目光再不看他扮演 他想到秦锋居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夺走了自己在寒冰门帝子中的威望 又想到了自己现在落得这样有宗门归不得 去也不是留也不是的尴尬境地 都是秦锋纳斯 杨雄正恨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秦锋食肉倾皮之时 忽帝金明长老冷冷笑了起来 杨护法您与贵门圣子秦锋似乎有些间隙啊 说话之间杨雄不禁一愣 正琢磨金明的话有什么深意 只听得天鹤宗主淡淡说道 寒冰门是寒冰门了 但寒冰门与天鹤宗乃结盟之宗 同气连之 寒冰门的事也是我们天鹤宗的事 虽然不可直接插手 但至少可以让杨护法的随心愿 不被其他宗门搅扰了寒冰门的内事 杨雄听到这话 当是眼神之中原本对秦锋的愿读 刹那之间就变成了大喜过望 宗主 此话当真 大长老金明冷笑道 宗主大人有必要跟你这等小人物开玩笑吗 你若不愿意 那便算了 但杨雄却还是心里有些为难 秦锋连吃了那些魔丹的一云天都斩的 以我如今的实力 就算天鹤宗帮我对付了玄阅宗的上玄 我恐怕也不是秦锋的对手 说不定反而白白送了性命 正当杨雄有些愁愁的时候 天鹤宗主却是淡淡笑道 你先魔丹 本宗也还有的 而且还有要笑更强的魔丹 人争一口气 先争一炷香 就看 杨护法你敢不敢用了 第1704张徐宇焉 是我夫人 却说秦锋等人刚刚遇见飞出天鹤宗 忽地有人就发现周围好像不太对 咦 李蒙师兄 你身边这名师弟生得好事俊俏 为何之前都不曾见过 听得这话 众人皆朝着李蒙身边一鸣裹着灰布头巾 身上被寒冰门弟子浮裹得炎炎实实的少年看来 只见那名少年弟子露出的半边面颊 如粉雕玉琢一般 让人看了都不由弟心念一动 忍不住生出清静之情来 那少年弟子脸上微微发红 心要被齿 也不说话 李蒙居然也是支支吾吾 顾左右而言他 眼神直勾勾地朝秦锋望去 正 圣子师兄 你 你要我去你房间里接的人 我给你接来了啊 听得这话 秦锋知他是害怕说出来 自己房间里有个陌生的女人 会影响自己在众多弟子心目中的形象 秦锋却是没有什么顾忌 看向那少年弟子笑道 好了 出了天鹤宗 也没必要再卫装成男孩子了 取语焉文言 轻轻应了一声 是 夫子 还好他一直把秦锋当作是大泽圣院时期的夫子 并没有将秦锋当作中土大帝 要是这丫头开口喊秦锋一句大帝 那寒冰门的弟子们 不炸锅了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才有鬼呢 但此时此刻 他轻轻除下套在头上的灰色头巾 露出一头如海藻那般微微蓬松的长发 配上纯红齿白的少年脸庞 更显得伶俐可人 这些寒冰门的弟子们 基本上全是没见过美女的屌丝 登时尖叫的尖叫 惊呆的惊呆 流口水的流口水 就差被吹口哨了 秦锋也知道 寒冰门如今弟子的素质 确实不行 也没有去怪罪他们的意思 就在他淡淡笑着的时候 护帝李蒙忍不住问道 圣子师兄 你房间里怎么会突然多出来一个女 女孩子啊 还这么漂亮 旁边的寒冰门弟子居然还心怀憧憬地 问道 她是圣子的妹妹吗 长得真的是好漂亮 好漂亮啊 秦锋却是淡淡一笑 一句话就拍灭了他们心里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她不是我妹妹 徐宇燕听的这话 眼神唯唯一暗 正觉得失落时 她却感觉到手心被一双坚实的大手轻轻拉了起来 只听得秦锋笑道 她是我夫人 刹那之间其他寒冰门弟子皆是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本来以为有了个漂亮妹子可以追求 哪里知道 还没来得及动手 圣子大人就已经杰族仙灯了 不 这哪里是杰族仙灯这么简单啊 这是生你煮成熟饭还熬成粥了 李蒙这才挠着脑门沈笑道 哎呀 原来是圣子夫人 失敬失敬 她也是个老粗 快人快语 口无遮拦道 我就说麻 寻常的姑娘怎么可能躺在圣子大人的床上 果然是夫人啊 这一下 寒冰门的屌丝们更加炸了 躺在床上 躺在圣子大人的床上 难怪圣子大人说闭关七天 任何人都不许进他的房间 又在天鹤宗弟子们闯进房间之后 大发雷霆 直接将一云天的弟子抽成了猪头 原来是坏了圣子大人的好事啊 春日一刻值千金啊 李玛 不能想了 不能想了 我鼻血要留下来了 听得这些寒冰门弟子粗俗又露骨的话 秦峰自是习以为常 这些寒冰门弟子居然以为秦峰闭关在中土世界的这七天 都跟他在闭关的房间内捣缝巅 云与乌山 虽是误打误撞 省却了秦峰解释后越描越黑的问题 曲与燕娜吹弹可破的脸皮 哪里承受得住 想到这里 他的整张翘脸都红到耳朵根了 他赶紧拉了拉秦峰的手 似是羞愧地想要躲到他的身后去一班 这时 遇见飞行的玄月宗尚玄不禁笑了起来 难怪圣子阁下如此坚决地要退掉跟天赫宗的这门亲事 原来是因为已经取有这么美貌妻事的缘故 他有些自嘲地说道 不过那天赫宗的圣女 与你这位夫人相比 虽然还稍逊一筹 但却也是倾国倾城 与尊夫人各有千秋 不知多少二流 一流宗门的圣子想取他为正事 就是超一流宗门也有不少人打着纳他为妾 在身边食食品玩的念头 不曾想拟尽这般一口拒绝 用情深切 也是叫上某瓶声罕见 秦峰听得上玄的话 微微笑着 一语双关道 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失去了才知道的东西 如今我的一件珍宝师而复得 如何能不对他呵护有加 秦峰的话音落下 徐宇嫣更是面色羞红 有些称怪地捏了捏他的手掌 似是怪他说的太过翡策缠绵 让他难以自持了一般 上玄听得这话 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圣子抗力情深 真是叫人羡慕不已 然而就在这时 上玄末地地狱一声 喝住了脚下的月华飞剑 只见这名玄月宗的强者 目光骚然一冷 醋眉喝道 何人在此埋伏 藏头漏尾做什么好汉 话音落下 骚然 刷刷刷刷 迟余道飞剑竟是从云海上方 急驰而来 静止封锁住了上玄的 这一柄月华飞剑 秦峰只觉得 其中好多道实力强横 又熟悉的气息 居然与在天赫宗时的 浮空欲缺上一模一样 天赫宗居然出尔反尔 追及五等 李蒙也意识到了 前来节级的人是天赫宗的人 尚玄也是冷笑说道 你们天赫宗真是越来越没出息了 如果当初就不想放人 何必惺惺作态 做什么好人 直接在宗门内动手杀人就好了 想不到你们居然追出这么远来杀人 他冷冷说道 今日 除非你们有本事将尚某一起斩了 否则的话 你们对玄月宗的尚某动手 就等着接受玄月宗的报复吧 听得玄月宗的尚玄在重围之下 居然依旧为寒冰门直言 秦峰也是心头对他改观许多 不再纯粹是之前相互利用的心理了 可就在这时 忽地一道寒冰门众人更加熟悉的声音 冷冷笑道 尚玄 你玄月宗这样不予立地插手我寒冰门内的事物 你究竟一日何为 第1705章 寒冰门是 寒冰门了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寒冰门的内门长老 杨雄 听得杨雄开口 尚玄的目光陡然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 杨雄居然会无耻到借助天和宗的势力 来向自己宗门的人寻仇 你们寒冰门的事情 为何要借助外人 尚玄愤然道 杨雄护法 你这样的行为 未免太卑鄙了 只见另外九名利在飞剑上的天和宗长老 皆是冷笑了起来 寒冰门与我们天和宗同气连之 互为唇齿不知多少岁月 寒冰门的事情 我们天和宗自然是义不容辞 可你玄月宗是个什么东西 居然横家插手寒冰门的内部事物 你究竟意欲何为 听得天和宗这般邪口喷人 上玄灯时就暴怒了起来 我不过是觉得圣子殿下是青年才俊 想要与他结交 见圣子殿下似乎没有玉空的飞剑 便宰上他与寒冰门众人一成 结算各善缘 这算有什么企图 天和宗众人文言 既是冷笑了起来 杨雄护法与我们天和宗是老朋友了 我等见他出来寻仇 害怕他遭到仇家暗散 顺便赶来 这件事也是我们与杨雄护法的私人交情 有什么问题吗 最先发难那名天和宗长老冷冷说道 说你玄月宗别无所求 只是想跟寒冰门圣子交个朋友 这种牵强的借口 还是骗鬼去吧 上玄差点没被这些无耻的天和宗长老们 给气得喷出一口血来 他握紧拳头 横挡在秦峰等人的身前 冷冷说道 若我偏要护这寒冰门的圣子周全 要将他送回天和宗呢 杨雄已是冷冷横了一声 笑着说道 那就不要怪杨某对你这插手 寒冰门事务的贼徒不客气了 上玄还没发作 秦峰已是冷冷说道 杨护法 你这班人仗狗事 可真是威风得很啊 听得秦峰的话 天和宗中长老登时暴怒了起来 秦峰你骂谁是狗 秦峰笑道 谁硬骂谁 顿时天和宗的长老们更是气炸了 秦峰 死到临头 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不要以为你有一个弦跃宗的上玄撑腰 就可以有恃无恐 秦峰却是冷冷回答道 斩杀你这叛徒 哪里还需要别人动手 清理门户一事 自视寒冰门人自己了断 何须外人插手 话音落下 上玄登时惊道 圣子 万万不可如此鲁莽必成一时之勇 你难道以为这杨雄还是原来的杨雄 你看他的眼瞳 内有黑色淤血 浑身气息也不再外放一丝 这是用尽要提升实力后的表现 他现在的实力 恐怕还在那被你斩杀的一云天之上 谁知天和宗 众多长老皆是冷笑道 上玄 你听得清楚的吧 寒冰门自己的圣子都说了 寒冰门是 寒冰门人自己了断 你若在横家插手 休要怪我们天和宗不客气 上玄听得这话 正要急眼 秦峰却是冷笑道 同样的 你们若敢插手我寒冰门之事 也不要怪我下手无情 听得秦峰的话 众多天和宗长老先是一愣 玄疾皆是冷笑了起来 秦峰啊秦峰 你可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 秦峰一方的战力 只有他与玄月宗的上玄 上玄还不能帮秦峰对杨雄动手 否则的话 上玄就等于给了天和宗众人 以出手即杀他的理由 在这样极端劣势的情况之下 秦峰还敢反过来威胁天和宗众多长老 说若敢插手 不要怪我手下无情 若不是秦峰在天和宗时纵横摆河 连连打脸叫天和宗上下都灰头土脸 疯狂吃憋 他们恐怕真的要以为 秦峰这个寒冰门圣子是个大傻子了 可就在这时 秦峰竟是示意上玄将飞剑落下 随后他莫地跳下飞剑 落在一处岩石地上 双脚纹纹踩在地上 旋即他伸出手来 朝着天空中杨雄勾勒勾手指道 杨雄 你可敢过来与我一战 黑色眼眶 眼球不满血丝的杨雄 登时协议地冷笑一声 正合我意 看我将你撕得粉碎 天和宗众人看到杨雄应允秦峰的挑战 皆是冷笑了起来 秦峰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难道他以为落在地面上 就可以弥补他与杨雄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吗 居然愚蠢地以为他与强者之间的差距 只有能飞与不能飞 真是鼠目蹭光 话音落 如雷霆乍洞 杨雄已是狠狠一脚 竟只踩在了岩层地面之上 经过竟要激发的神念 竟是如难以抑制的乐腾 疯狂地如触角蛇般朝着秦峰传射过来 神念几乎凝成实体触角 这至少是散仙境七重以上能力 几乎已经碰到散仙境八重 已虚化石的层面了 尚旋不由得心急如焚道 秦峰实在是太冲动了 若是他还跟之前对战一云天那样以力破巧 恐怕会被直接压到下风 甚至直接一招之内就会决出胜负 双方实力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未等尚旋反应过来 立在李蒙身后的徐宇烟顿时惊叫了起来 秦峰 你快躲开来 话音未落 杨雄的神念已是怀着对秦峰的强烈恨意 化为无数近乎于真实的藤蔓 狠狠朝着秦峰缠绕了过去 秦峰何等敏捷 顿时就侧过身来 旋即脚步向后击退 立刻就选择避开了杨雄的锋芒 但杨雄又哪里可能让秦峰这样轻易都躲闪过来 当即一步跨出 再跨一步 轰隆轰隆两声巨响 刹那之间是让整个岩层地面 都被这两脚给踩他的粉碎开来一般 至于他那被尽要提升的强大到令人法指的神念强度 更是附在他的身后 如百足蜈蚣一般 如使臂指 拼命朝着秦峰初次过来 完全是暴虐到一粒将实惠的作战方式 根本再看不到一星半点的寒冰门路数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杨雄就是一具空有杨雄的皮囊 实则拥有着无匹怪力的怪物 但秦峰难道能不知道这一点吗 他当然清楚 而且也肯定地知道自己的长处与短处 如果说秦峰直接同样用蛮力去跟杨雄对拼的话 这完全就是用自己的短处与伯杨雄的长处了 于是 诡异的一面出现了 杨雄连连进攻 每一次抢攻 几乎都是差之毫厘 显显地从他的要害上掠过 大概半晌时间 杨雄频频攻击 确实根本都伤不到秦峰 明明是个散先进的小修士 居然能够接住或躲闪掉杨雄的攻击 正当这时 秦峰骤然脚步一挫 登时就发动了自己的反击 你的速度快 我的速度比你更快 秦峰虽然到了散先界之后 万法归宗 所以真武圣脉也好 如到天线也罢 都已经化为了最纯粹的元神之力 但是秦峰毕竟是曾经拥有破幻魔童的男人 立刻就可以计算出自己与杨雄之间的强弱高低 滑而不实 对战不是你们这样打的 果然 就在杨雄的暴怒之下 他的触手就这样伸了出来了 但此时此刻 已经不管什么了 秦峰手中一道光滑闪过 剑影与人影刹那闪烁 三道一模一样的人影竟是同时朝着杨雄奔了过来 雕虫小记 杨雄冷笑一声 静止一剑出手 直接狠狠斩在了三道分身虚影之上 这是秦峰从下界中途带来的功法 是影剑诀 这一套剑术 施展开来之时 秦峰如是回到来中途世界一般 在中途世界时 这一套功法并不一定是最厉害的 但强大的在于它可以产生两个真假薄变的分身 杨雄不过是一介武夫 散仙境哪里会分的清真生还是假神 当即就选用了直接的方法 将三道分身一起用神念击碎了 小子 你跟我斗 你还嫩了一些 就在杨雄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 扑斥一道清玉剑芒 静止劈在了杨雄身后的神念之上 不攻击本体 居然去攻击神念 秦峰若不是一高人胆 那就是认不清自己的本事实力 眼见着秦峰这精心准备的一剑 就有可能会杨雄轻松挡下的时候 忽然 秦峰手中一个变招 原本应该刺向身后神念的一剑 骚然在杨雄的神念回旧的时候 神出鬼没的一剑 瞬间斩断了杨雄的右臂 虽然秦峰手里的是一把明显 都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御剑 但这一剑却足以直接引爆了全场 杨雄心浮气躁 全部都是一粒将实惠的方法 这就导致了他出手不仅慢了 而且还思维定是一般 其实秦峰的真身并不难以发觉 只要稍稍留心就会发现 他跟其他三剧分身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只可惜杨雄都没有能够多思考片刻 这就直接导致了秦峰击败了杨雄 你居然空有一身蛮力 但境界实力却是如此之烂 以至于你根本无法发挥任何自己的优势 秦峰冷冷看着被自己斩下一臂的杨雄说道 你将老祖宗的东西都已经彻底忘得干净了 你还有资格跟我争寒冰门的圣子之位 第1706章收割圣女专业户 秦峰从被杨雄逼得节节倒退 到秦峰对杨雄开始反击 一切的变化几乎也就只有电光石火之间 天鹤宗中人的如意算盘 瞬间就被彻底打乱了 该死的 这杨雄吃了宗主那么多的禁药 居然也不过才这么一点实力 居然被秦峰斩下整条右侧手臂 那这杨雄还有什么用 神仙都治不好 如今我等回去可怎么交差 就在这时 忽地纳领队的天鹤宗长老大叫了起来 杨雄对我们天鹤宗 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 为今之计 我们只有拼却这张老脸不要了 趁着玄月宗其有上玄一人 将这百名寒冰门弟子与这一起杀死 再嫁祸于玄月总 一切都应当以宗门利益至上 诸位还不动手 更待何时 这领队的天鹤宗长老四世江秦峰等人 已经当作是死人了 直接大声说道 然而 就在天鹤宗中人准备冲上来的时候 只听得不远处一道声音力喝道 李天鹤宗尽感动我玄月宗的人 看来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刹那之间 万千剑盲境势如无数龙舟 破涛而来 席卷整个战场 之前还对秦峰和尚玄有绝对优势的天鹤宗众人 刹那之间就愣住来 搜搜搜 一道 两道 三道 四道 整整三十余道飞剑境势轻覆云海 轰然降临 当先之人却不是男子 而是一名身照悬色长裙的女子 头顶额冠 漆黑底色的长裙之上 浩月如铺 显得威严如天地之间的女帝一般 该死 这玄月宗的纳得叫细月的妖婆子 上玄当即冷喝道 大胆 你这私禁感污蔑我们玄月宗的圣女殿下 上玄的话音当落 在那黑衣女子身边的玄月宗强者皆是力声喝道 敢污蔑圣女殿下 找死 至于那名利在浩月龙文飞剑之上的黑衣女子 更是衣媚翻飞 冷冷而笑 原来本宫是根本不想管你们天鹤宗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 但你们居然想要杀我们玄月宗的上玄灭口 此事 本宫就非管不可了 秦峰分明从来没有去过玄月宗 更不可能认识什么玄月宗的圣女 可是即便隔着层层云海 秦峰却对这玄月宗的圣女 不由得生出些许熟悉之感来 就好像是在哪里见过她一样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到过 而且戏月 这个名字 秦峰也从来不曾听过啊 名字这个倒也简单 毕竟可以更改 难道书是封戏月 但秦峰旋即去看那玄月宗圣女的武器 却发现她虽然踩的是龙纹飞剑 武器却实际上是收在秀里都久截鞭 鞭法与剑法乃是两门风马牛不相及的武器 封戏月从小苦练剑法 必不会舍尽求远 重新练鞭法 秦峰念头俱闪 已是排除掉了几乎所有可能的中土故人 她究竟是谁呢 就在秦峰困惑不解时 原本都准备动手的天鹤宗长老门顿时也进驻了 依照这婆娘的说法 她这是凑巧路过 看到我们要对上玄动手 带三十多个六中七重的散仙高手恰巧路过 骗鬼去吧 更有天鹤宗长老心急如焚 焦躁不安地交流道 我们难道是落入玄月宗的陷阱里了 如今有三十多名玄月宗强者在此地 我们可怎么办 为首的天鹤宗长老目光刹那将直 天鹤宗的实力也就够欺负欺负寒冰门这样没落的宗门 像玄月宗这样都宗门 同样三先进六中在天鹤宗可以做到长老 甚至可以做到内门长老 可是在玄月宗里 像上玄这样的强者 也就是个内门弟子而已 所以玄月宗可以这样直接带出三十几名足以预见的强者 天鹤宗却除非要动用长老才有可能 数据不好听的 如果今日天鹤宗真的跟玄月宗在这里血拼一场的话 玄月宗不过是损失了一些内门弟子 天鹤宗却是直接高层大失血 如果说哪个损失更大 用脚趾投降都明白得一清二楚 天鹤宗带队长老 瑟利内人道 你们玄月宗难道想挑起宗门战争吗 我们天鹤宗虽不一定能战胜你们玄月宗 但至少可以让你们付出难受承受的代价 那个招数百步 立在龙门飞剑上的玄月宗圣女 点着酱色的薄唇轻轻细动 发出一声不懈的冷笑 你们既然知道都不能战胜我们玄月宗 居然还感动我们玄月宗的人 你们还真是吃了地鲜蛋了 为等天鹤宗开口反驳 那玄月宗的圣女竟是摊开长裙 好征一侠地坐在了飞剑之上 冷冷笑道 寒冰门是寒冰门了 天鹤宗不插手寒冰门是 不动我玄月宗的人 本公自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你们若是仗使欺人 插手若是宗门的内侍 哼 他的一双手宛若无骨的柔仪 却是有力比默然握住秀中的 九节软鞭 冷笑 那就让你们体会体会 欺人者人横欺之 入人者人横入之的道理 天鹤宗众人听得这话 一个个皆是面面相许 不敢轻举妄动 这婆娘 如此霸道 难道我们就这样认耸算了 为首的天鹤宗长老用神念入密分析说道 不要轻举妄动 千万不要给这婆娘对我们天鹤宗声示的口实 秦峰的元神是天仙境界 这些长老们的神念入密 哪里逃得过她的感知 她当时也反应了过来 这玄月宗的圣女看起来似是专横霸道 有些大大咧咧 但实则一步三算 机敏至极 秦峰也在心里下了对玄月宗圣女戏乐的判断 其实这件事情原本是玄月宗结糊了天鹤宗的好事 现在戏月这般说辞 反而变成了她路见不平 看不惯天鹤宗仗势欺人的行为 虽然鬼也知道 戏月这就是在故意找天鹤宗的麻烦 但她这么正义感爆棚 如果两宗就此动起手来 就是闹到超级宗门去评理 也是天鹤宗一方理亏 看到天鹤宗认怂的模样 戏月反而咄咄逼人 以退为静冷冷道 不过我们玄月宗也犯不着 为了一个别的宗门伤了与天鹤宗的和气 玄月宗弟子听命 只要天鹤宗众人不插手 寒冰门的私事斗争 所有人不得率先动手 为者非掉仙根 发为宗门杂役 玄月宗弟子如何能不知道 自己家圣女的真实用意 三十多把飞剑上的玄月宗好手们 皆是一起应喝道 谨遵圣女御旨 分明是温良宫简让 不想两宗发生冲突的大度行为 看在天鹤宗众长老的眼里 一个个却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也就是说 只要他们敢插手一下寒冰门的事情 对不起 这主动挑起两派争端的屎盆子 直接就扣到天鹤宗的头上了 他们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而且还用力过猛 直接给砸骨折了 天鹤宗受到玄月宗的牵制 根本不可能在下场出手帮助杨雄 秦峰与杨雄的这一场寒冰门内斗 很快就落下了序幕 就在玄月宗与天鹤宗大佬们对峙的时刻 杨雄也不是没有对秦峰发起过绝地反击 只可惜他本来境界就不能够驾驭被禁药强化后的身体 又被秦峰斩去右臂 吃痛之下 动作更是狂乱到毫无章法 以至于秦峰一边观看玄月宗和天鹤宗的对峙 一边好整以侠地以巧破力 直接将他绊倒 踢断来两条腿骨 将唯一的一条左手反剪在他的身后 将这头刚才还兄弟不可一世的怪物 给压制的动弹不得 此时被秦峰连连破招 又好像是因为浑身上下剧烈的疼痛刺激之下 杨雄竟是从禁药之中逐渐恢复了清醒 当他看到自己被秦峰反剪左手 压在身前 动弹不得时 万念俱挥道 秦峰你动手杀了我好了 败于你这七天时间 就将实力提升到如此境地的妖孽怪物 我无话可说了 秦峰听的这话 却不动手 反而从虚拟戒指里信手扔出一把领保绳索 直接捆住了杨雄 正当众人不解其意时 秦峰已是大声说道 你卖宗求荣 不择手段强害同盟 若是一箭杀了你 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寒冰门的叛徒 自然要带回去给寒冰门众长老发落 杨雄一听的秦峰 居然要将自己带回寒冰门 当时就惊恐又羞愧地叫了起来 别 别告诉我师父 别 别 秦峰确实冷笑道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随我回去见大长老 听后众长老发落吧 尚玄听得秦峰的话 也是将昊月天剑徐徐下降 立在飞剑上朝着秦峰拱了拱手 祝贺道 想不到圣子阁下竟如此骁勇善战 倒是尚某之前有眼不适 错为阁下担心了 秦峰笑了笑说道 谁都有眼拙的时候 能得阁下挂念 诚惶诚恐 尚玄见秦峰也不拘公自傲 玄吉又说道 那上某将圣子阁下送回寒冰门如何 全岳宗的圣女夕月已说道 还不曾去过寒冰门 本宫一想同去看看 听得这话 天鹤宗诸长老已是脸黑的都要滴下水来 夕月居然要跟秦峰同行 那想要等玄岳宗的人走了 再行偷袭之事 绝对是痴心妄想了 这 这寒冰门的圣子 跟着夕月妖婆子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第1707章诗声令啊 秦峰听得玄岳宗的圣女戏乐 居然也要送自己去寒冰门 虽然知道是在好不过的事情 但他不禁也感到有些困惑不解 这玄岳宗的圣女 究竟是自己认识的哪个人 如果非清非故 为什么要这般帮助秦峰 不是献殷勤 非奸及道啊 但秦峰现在的烦恼 远不及天赫宗众人的烦恼来得大 眼见着玄岳宗的三十多名强者 驾驭着飞剑 如众星捧月一般将寒冰门众人 缓缓护送着离开 天赫宗众长老以士气的肺都要炸了 真是 这真的是岂有此理 为首的天赫宗长老以士气的嘴都歪了 有着妖婆子在 我们想要再偷袭寒冰门那些人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今我们又该如何跟宗主交代 其他几名长老也是如斗败了的攻击似的 搭落着脑袋 宗主正在气头上 若是知道我们又无功而返 连杨雄都被那秦峰活捉了去 恐怕会把一枪木火直接发在我们的身上啊 却说秦峰压着杨雄上了上旋的飞剑 朝着寒冰门飞去 目光却是一颗不离地端详招数百步之外 欲见而非的玄岳宗圣女 但这圣女似是用了什么仙术 居然以秦峰的神念 都无法看清楚她的面容 永远都是朦朦胧胧 似曾相识的感觉 似是察觉到了秦峰目光的异样 一边的上旋赶紧干咳了几声 低声说道 圣子阁下 还是少看我们玄岳宗的圣女为妙 秦峰听得上旋的话 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以示解释说道 圣女殿下虽然是一介女流 据看过的人所说 也是倾国倾城的角色 但却一点都不喜欢男人 尚玄说道这里 缩了缩脖子 圣阴压得更低了说道 若是盯着看她 更是犯了圣女大人的忌讳 最开始她出百年死官的时候 老有男弟子盯着她看 结果都被她以神念直接刺瞎了双眼 如是几次 就再也没人敢 话音未落 秦峰和尚玄只觉得一道神念 骤然朝着从戏月的方向扫了过来 尚玄的冷汗顿时就顺着额头流了下来 她看了看身边的秦峰 眼神似是在说 叫你不要看吧 这回你真惨了 自求多福吧 哪里知道 戏月见是秦峰在看自己 反倒淡淡一笑 语气平静说道 圣子必然在想 为何本宫要相助于你 所以一斗丛生 对吧 尚玄听得生平最讨厌男人的圣女殿下 居然没有对秦峰发飙 正诧异之时 却听得戏月又说道 因为本宫与圣子是朋友 这玄月宗的圣女阁招数百不远 语气淡淡说道 本宫的朋友不多 能被本宫认做朋友的人更不多 所以价值都还是很高的 秦峰听得戏月开门见山 说他是自己的朋友 正疑惑之时 却听得尚玄诧异低声问道 想不到圣子阁下居然还认得圣女殿下 难道是在他二百年闭关之前认识的故人 不曾想到 圣子阁下看起来年岁不到百年 居然得到已久 真是人不可以貌相啊 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 秦峰听到尚玄的话 立刻就排除掉了玄月宗圣女 戏月是自己中土故人的判断 因为秦峰带着中土世界诸多强者飞升欲外 前后不过才百年多时间 而戏月在二百年之前闭关 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也就是说 玄月宗的这位圣女戏月 誓散仙界的土著 至少也是比秦峰更早的飞升者 难道是戒狱之主所说的 那得在我之先 从戒狱之门飞升的人 秦峰一下子就想戒狱之主要求他做的三件事之一来 戒狱之主委托秦峰 如果在天外天遇到万年前 与他同出此方戒狱的强者 一定要出手相助一把 因为他算出 此人在万年之后 会有生死大劫 如果这名相当于万年来充当着此方戒狱屏障的强者陨落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戒狱的安危 但整整一万年 还在散仙界徘徊 这个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正当秦峰实在想不起来 自己究竟在哪里与这玄月宗的圣女结下交情的时候 号月龙文飞剑已是缓缓接近到了上玄的飞剑旁边 秦峰终于看到了那名玉剑女子的面容 楚 香雪 秦峰万万没有想到 棉月楼里的头牌姑娘 居然会是玄月宗的圣女 而且还是一个剧传根本不喜欢男人 喜欢挖男人眼珠子的圣女 这 这究竟是开什么国际玩笑 正当秦峰忍不住要发问的时候 却见戏月轻轻抬起手来 在嘴唇旁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秦峰何等聪明 当即会议 也将投别了过去 收起了惊讶神色了 哪里知道 就是这几个动作表情 一下子激起一个人的醋意来 不是别人 正是徐雨嫣 那个女人是谁啊 徐雨嫣对着秦峰轻声问道 我怎么感觉 她好像跟你很亲密的样子 秦峰如何能不知道 徐雨嫣是吃醋了 心声宽慰说道 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出道散仙界时交的普通朋友 哪里知道 秦峰这句话才说完 戏月的目光忽地就投了过来 一眼就落在了秦峰身边的 徐雨嫣身上 她不禁笑了起来 这是谁家粉雕玉琢的小姑娘 还真是好看啊 秦峰听得戏月的话 却是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 这是我的夫人 徐雨嫣 徐雨嫣听得秦峰这般堂皇正式地介绍自己 也是觉得心内底气大增 朝着玄月宗的圣女戏月拱了拱手 不卑不亢道 久闻玄月宗圣女戏月姑娘大名 我叫徐雨嫣 是秦夫子的不 秦大哥的杰法妻子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如今的徐雨嫣是两世记忆柔和一身 本体记忆居多 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一的称呼还是夫子 显然 一个不小心就被人误会了 寒冰门众人不禁诧异了起来 想不到圣子和圣子夫人居然还是失声令啊 第1708章大概是你笨吧 可可 老牛吃嫩草吗 想不到圣子殿下居然也好着一口啊 听得这话 秦峰也是唯唯一炯 不过转念易祥导也是 如今徐雨嫣是在如刀小世界重生后的躯体 倒的确是自己的学生 不过失声恋就失声恋好了 失嫩草就吃嫩草好了 严格算起来 秦峰与江宇柔都还是失声恋啊 然而就在这时 玄阅宗圣女确实淡淡说道 我们修仙者 从来都只有道理的说法 哪里有什么夫妻之说 寿源动辄万年千年 哪里是像不能修炼的凡人那般 只有百年寿数 她淡淡吃笑 似是一眼看出徐雨嫣体质虚弱 应该是不能修炼 便寒沙射引道 修是能可能千年万年 只守着一个人 真是愚昧 徐雨嫣哪里想到 西月居然会这样计较自己 当时翘脸通红 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她才好 虽然徐雨嫣在中土世界时 一直蒙受大家的照顾 百年时光过得都与大泽神朝的公主无异 但此时此刻 她已身在了散仙界 也就是一个无权无士 甚至连缘神都很难凝成的弱女子 如何能与这玄月宗的圣女争风头 然而就在这时 秦峰落地拉拉拉身边的徐雨嫣 将她护在了身后 转而看向西月淡淡说道 教夫妻也不一定就不能相守万年 教道旅也未必就一定能相伴终生 不离不弃 秦峰的话 免礼藏针 却分明是护着徐雨嫣 而且 如人饮水 冷碗只有自己知道 鞋子合不合脚 从来也只有脚自己知道 不劳圣女殿下费心了 西月听得这话 当时隔着百步远 脸就拉下来了 但秦峰却似是根本没有考虑她的脸色 依旧与身边的寒冰门弟子谈笑风生 或者说 就算看到西月拉下了脸 秦峰也并不在乎 且不说西月挖苦讽刺徐雨嫣在先 是碰了秦峰的逆龄 单说以秦峰的地位身份 又怎么会在乎一个二流宗门圣女的脸色 看到秦峰这样的态度 西月只觉得心里一股无名火就窜了上来 只听得他旁边立着的侍女 低声撇嘴道 殿下帮了他这么大的忙 他倒好 居然为了一个不能修炼的凡夫村妇这样落殿下的面子 真是 不知好歹 那侍女也许本来存的是讨好自己家圣女的念头 哪里知道 闭嘴 这里哪有你这个小女子说话的地方 被西月一呵斥 侍女赶紧近身 连正眼都不敢抬起来看她一眼 却见着玄月宗的圣女戏月 盯着秦峰立在上玄的飞剑上 远远而去的背影 若有深意地说道 本宫倒要看看 你对这不能修炼的村妇 有多痴心 王本宫从建成起就如此护着你 迟早要叫你跪在我的石流裙下 秦峰与寒冰门众人来的时候 做的是羊雄的飞剑 缓慢无比 回去时 做的是上玄的昊月飞剑 自是快了许多 三天多的路程 反乘时间算上天和宗来截杀的时间 也不过才刚刚两天到晚而已 秦峰也留了一个心眼 没有让上玄和夕月以及玄月宗众人送到寒冰门的山门下 只是在山门下就分别了 上玄倒也知道进退 没有提要送进山门去的话 反倒是夕月一直说要送进山门里 秦峰当即就说道 恐怕宗门长老有嫌隙 到时候就有更多话说了 秦某可不想不明不白地 被一个内通别宗的罪名 说完 秦峰自己就从飞剑上跳了下来 对着百名寒冰门弟子说道 我们走山路上山 不劳烦玄月宗的道友了 虽然寒冰门众人都觉得坐飞剑舒服 但秦峰执意要走山路 他们也只有从命 毕竟时至今日 秦峰已经在百名寒冰门弟子当中 拥有了绝对的权威 可是当秦峰一行人 当真回到寒冰门的时候 麻烦却才刚刚开始而已 秦峰纳得废物圣子居然回来了 守门执勤的弟子当时就禁住了 等等 杨雄师兄怎么会 怎么会被捆着啊 还被斩断了一条右臂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 就有弟子惊慌失措 拼命朝着内殿跑去通报了 不得了 不得了了 各位长老出事了 出大事了 带到秦峰一行人跨入大门时 一人已是带着上千名 寒冰门弟子 静直围了上来 不是旁人 正是寒冰门二长老林南天的 孙子 林剑 这面贪脸的家伙 身后带着千名弟子 竟是如林大敌一般 将秦峰以及他 从天赫宗带回来的围在中间 刀剑出鞘 竟是一言不合就要动手的模样 秦峰到海安之若素 李蒙等等在天赫宗九死一生回来的寒冰门弟子们顿时就忍不住了 李蒙就是这样的态度对我们 李蒙大声喊道 圣子大人在天赫宗据礼力争 九死一生 外斗天赫宗奸贼 内斗叛徒杨雄 好不容易才将婚约给解除了 你们就是这样欢迎圣子殿下的 听得李蒙的话 围困住这百人的寒冰门众弟子 皆是面面相许 天赫宗放弃跟我们寒冰门的婚约了 我们寒冰门被天赫宗吞并的危机 居然解除了吗 这个废物圣子做到的 这怎么可能 林剑听得周围的弟子人心动摇 当即大贺道 休要信口雌黄 你口口声声说杨雄是叛徒 可有证据 林剑与杨雄不对付 就如同林南天跟姬长峰不对付一眼 都是寒冰门里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此时他居然着意去问秦峰等人 有没有杨雄做叛徒的证据 正是一石二鸟 要是杨雄盼门坐实 林剑立刻少一个劲敌 而且也可以让大长老姬长峰难堪无比 甚至引就辞职 这可比对付一个废物圣子有意义多了 至少目前在林剑看来 是这样的 秦峰确实淡淡说道 本圣子自然是有十足的证据 不过 你区区一个内门护法 有什么资格叫本圣子拿出来 林剑的脸上灯是一黑 但很快就冷恒道 好 那你现在随我去建列位长老大人 他又故意威胁秦峰说道 若你拿不出杨雄盼门的证据 私伤同门足以让你被斩断手脚 再废掉仙根 说道这里 他居然故意奉刺秦峰 着重说道 哦 我差点忘记了 你是个没有仙根的废物 你 就在秦峰身后的徐宇烟都气得捏紧拳头 恨不得去揍这个才刚刚散仙境三重 却语气拽得像散仙九重 马上要飞升地仙的家伙时 秦峰反击了 但他没有动手 或者说 散仙境三重的对手 已经不值得他动手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 我的手脚不听使唤 使不上镜了 强悍道足以让千名弟子都站立不稳的神念威压 刹那之间朝着围困他们的千名寒冰门弟子镇压下来 下一秒 受到秦峰威压集中照顾的灵剑铺地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来 哐当一声 灵剑手中的利剑砸落地上 双腿已是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如果只是寻常的散仙境四重九层 威压根本不可能对散仙境三重一层的灵剑造成这么可怕的效果 但秦峰是谁 原神本体是天仙境界 比之地先都要可怕出不知反己 即便此时能够释放出的神念 相当于散仙境四重九层 但一个是爵士高手仅仅使出了一分实力 一个是寻常舞者使出了全力出手 效果哪里能是一样的 你 你怎么可能 灵剑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一切 但他的身体确的的确却被秦峰镇压的动弹不得 刚才还因为突破到了散仙境三重一层 志得意满 在秦峰面前不可一世的内门护法 此时此刻 却在秦峰面前 连站起身来都做不到 真是叫人觉得讽刺至极 打脸至极 你怎么可能修炼得那么快 灵剑能做的只有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 我得了爷爷的灌顶 不过才从散仙境二重九层 好不容易跨过了散仙境三重 在此之前 我整整做了一年的准备 这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你 你怎么可能 短短十几天时间 就从一个神念波动都没有的废物 变成散仙境四重的实力 话音落下 被秦峰的威压所振 东倒西歪的寒冰门第子门皆是惊呆了 秦峰圣子居然短短十几天时间 就变成了散仙境四重实力 这怎么可能 从普通人到散仙境四重 最快记录也是一年啊 这还是当初子武仙府的绝代强者留下的 难道说 秦峰圣子的天赋比子武仙府的绝代强者还要强 灵剑难难自语道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听得灵剑的话 秦峰不禁冷笑了起来 自己做不到 就说别人也做不到 你还真是会推己吉人啊 他看了看面前的灵剑 语气淡淡 话音落下 却是叫他直接气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来 至于为什么我做得到 而你做不到 秦峰笑道 大概是因为你天资愚钝 嗯 通俗点说 就是你笨吧 第1709张脸都不要了 灵剑的天赋资质 在寒冰门敢说第二 是绝对无人敢说第一的 至少作为争夺圣子的两个有力人选之一 灵剑在天赋上远超作为秦长峰弟子的杨雄 可惜的是 不怕不是货 就怕货比货 灵剑也许确实比杨雄的天赋要高 但是跟秦峰比起来 那真的是完全不够看了 李蒙原本还觉得遭到了寒冰门的不公平待遇 一口气在心里 险些要憋到内伤 此时终于一口气酣畅淋漓地吐了出来 他上前一脚 狠狠踢在了跪在地上 爬不起来的灵剑身上 还不滚开 怕在地上想被人踩吗 堂堂的内门护法居然被杂一弟子一脚踹开 灵剑何曾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但偏偏他此时此刻 原神承受着秦峰的巨大威压 别说是起来反击 就连直起身来 都不可能做到 不只是灵剑 就连寒冰门中实力普遍较强的执法弟子 此时也只能看着秦峰领着百名弟子横穿而过 静止朝着大殿走去 不是他们不想阻挡秦峰 实在是因为 他们动都动不了啊 此时此刻 大殿之上 看着秦峰居然就这样带着百名弟子 压着被五花大绑的杨雄 就上了殿来 所有寒冰门的长老们皆是惊住了 尤其是大长老姬长峰 他一直以来都比较支持秦峰做寒冰门的圣子 谁曾想到 自己的弟子与秦峰出去一趟 居然闹成这样回来 而且看杨雄的样子 还断了一条右臂 这明显就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别说秦长峰只是一个普通的修炼者 看到自己的爱徒被斩去一条右臂 变成了废人 就算是倪人都要动怒的 秦峰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众多长老看到一贯支持秦峰 这个圣子的秦长峰都动怒了 一个个也是纷纷落井下石 朝着秦峰咆哮了起来 就算你是寒冰门的圣子 地位比杨雄高一些 但杨雄在你之前入门 你怎可下此毒手 既长峰长老如此关照你 没想到你居然全无感恩之心 还对同门如此狠毒 真是养不熟的狼崽子 还不立刻给杨雄松绑 至于之前与秦峰最不对付的林南天 显然因为秦峰在门外教训灵剑的事情 愁上加愁 灯石冷笑着说道 之前没有仙根 就到处搞事 现在有了仙根 先费了自己宗门的年薪强者 你这圣子当得可真不赖啊 面对暴怒的韩冰门一众长老 秦峰也不与他们多说 竟只扔出两枚留影宝珠 两枚宝珠刚要在神念的催动之下刚刚发动 陡然 一道秀中寒光直刺向秦峰的两枚宝珠 竟是要一击之下 将这两枚宝珠一起打得粉碎 出手的人 不是旁人 正是林南天 若是宝珠碎裂 林南天最多被人挖苦几句 说他不择手段打压小辈 对于秦峰来说 则是灭顶之灾 废了寒冰门大长老的心爱弟子 还拿不出足以证明杨雄叛门的铁证 秦峰的下场会怎么样 这还需要多说吗 难不成指望天鹤宗过来为秦峰澄清真相 那还不如去指望杨雄自己良心发现 认罪伏法 来得更实际一点 可这生死刹那 秦峰居然都不动手去拦截那道秀中见光 是没有想清楚利害关系 还是林南天突然出手 秦峰都没有反应过来 结果 当然都不是 频频两声轻响 秦峰怀中掏出的两枚宝珠应声而碎 金银碎血如深雪迎风飘落 徐宇嫣 李蒙等人皆是惊叫了起来 尤其是徐宇嫣 惊叫开口 立刻就暴露了自己女儿身的秘密 她旋即掩口 但却哪里还来得及 只立刻就听得林南天冷笑了起来 喝 出去一趟 还带了一个女人 卫装成我们寒冰门弟子带回来 还不知道从哪里带回来的野女人 竟想在寒冰门里进屋藏郊 正是有入门风 有伤风话 她看向秦峰冷笑道 这件事情暂且计下 你倒是说说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杨雄犯有判门大罪 无耻之由 林南天的行为 顿时就激发了百名寒冰门弟子的愤怒 林南天居然为了陷害秦峰 连脸都不要了 可就在这时 秦峰却是不急不忙 看向面前的林南天 甚至都带上了嘲讽的笑意 林南天 你还真的为了陷害我 把老脸都豁出去了 见到秦峰还在笑 林南天笑得更加的依了起来 脸上的纹路都层层叠叠地皱了起来 秦峰 口说无凭 拿不出证据 今日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不止你的右手 连你这条左手都要一起陪给杨雄 被五花大绑着的杨雄 原本眼神浑浊如死灰一般 此时竟是又透露出些许的神采来 他似是重新燃烧起了复仇的火焰 可这火焰才刚刚燃起一个刹那 就 你以为我不会多存几份吗 接下来的场景 差点没有把林南天给气得噎死 只见秦峰大大咧咧地从口袋里又排出了十几枚流银宝珠 几乎与刚才被林南天击碎的两枚 一模一样 要知道 散仙界属于天外天的最底层 属于被压榨 抽血的下级仙界 物资其实很是很匮乏的 莫说是流银宝珠了 需要临时制造的虚拟戒指都很珍贵 但在秦峰这里 流银宝珠中土要多少 有多少好吗 所以林南天万万没想到 秦峰居然还会存有另外的流银宝珠 而且还存了这么多 这哪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修士 所能拥有的 但林南天还是心存侥幸 冷声呵斥道 休要虚张声势 老夫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来 但见秦峰信手在十几枚流银宝珠里随手挑出了两枚 扔给林南天道 林南天 你不是不要连也要毁掉证据陷害我吗 来 再让你捏碎两个 让你过过瘾 林南天一时尴尬 手里的两枚流银宝珠捏在手里 是扔也不是 捏也不是 这可真是丢人丢到老老家了 林南天为了陷害秦峰 不惜出手打碎了秦峰的物证 哪里知道 秦峰早有准备 难怪这臭小子都不阻拦我出手 林南天这才意识到 为什么秦峰都不出手 保护这两枚关键的物证 原来这就是一个坑 等着林南天往里跳呢 真是可恶至极 想到这里 林南天就气得牙痒痒 就在这时 秦峰又拿起了两枚流银宝珠 神念注入其中 登使两幅画面阴晕而出 一幅画面是杨雄便捷 在悬空宫阙上 出言陷害秦峰与百名寒冰门弟子 被迫让他们与百名天鹤宗弟子 做生死决斗的场景 第二幅画面更是叫人义愤填膺 叫林南天脸上火辣辣的疼 杨雄在天鹤宗长老的帮助之下 截杀秦峰与寒冰门众人 哪怕什么其他证据都不需要 也足以作为杨雄判门的铁证了 想不到 姬长峰看到眼前的两枚流银宝珠 痛心疾首到 想不到我姬长峰亲近数十年心力 居然养出来的是一头白眼狼 其他长老们更是眼齐息鼓 再也不提秦峰的坏话 秦峰一看向姬长峰说道 本来杨雄在勾结天鹤宗结杀我等 我在半路上本就可以杀了他 但若不将他带回宗门发落 难免会多出许多口识来 他对着姬长峰拱了拱手 又朝着全场其他的长老做了一个一 独独卯下了林南天 方才只起身来说道 叛徒杨雄如何处置 还请诸位长老代表寒冰门裁决 秦峰话音落下 跪在地上的杨雄已是自知不可免罪 低声忏悔道 弟子有罪 弟子辜负师门栽培 弟子罪该万死 听得杨雄认罪 姬长峰不禁常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勾结天鹤宗 屡次谋害同门 险些害的我宗遭遇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若要是宽佑了你 恐也是说不过去的 姬长峰沉声叹息 缓缓说道 念在你与我师徒一场 之前与本门也有一些功劳 他看向在场的其他长老 徐徐说道 功过相比 我建议让杨雄自行了断吧 可以说 让杨雄自裁 等于是保全了他作为寒冰门内门护法 仅次于长老地位的最后面子 也算是一个得当的处置 众寒冰门长老也纷纷点头同意 然而就在这时 忽弟一个人兼声反对道 我看此事不可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林南天 近日林南天已连续被秦峰打脸了好几次 此时此刻 之然又屡败屡战 跳了出来 正当众人不明 所以 不知道林南天还能在杨雄盼门这件铁案上在做什么文章的时候 杨雄 你倒是说说 秦峰如何在天鹤宗众多长老的包围下 击败了你 还能够安然脱险的 李南天捏了捏下巴上的胡茶 冷冷说道 你交代得越清楚 你活命的机会就越大 刹那之间 整个寒冰门的大殿上 若真可闻 是啊 所有人之前都忽略了这一点 就算此时此刻 秦峰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有了散仙境四众的实力 但是仅仅一个散仙境四众 怎么可能从这么多天鹤宗的长老手下全身而退 而且还从天鹤宗众多长老的眼皮下面重创了杨雄 还能够生情回来 这其中肯定是有蹊跷的啊 林南天冷冷笑道 若说秦峰没有勾结其他宗门 我林南天把头拧下来给你们当球踢 第1710章 我就是秦峰靠山怎么了 确实 虽然秦峰身边有百名寒冰门的弟子 但大部分在天鹤宗长老面前 连一盒之力都没有 说起来是整整百人的护卫团队 现在看来 却相当于是秦峰一人对抗数名天鹤宗长老 这又怎么可能 林南天见秦峰没有立刻回回 当时就以为自己抓住了的秦峰软了 不禁沾沾自洗起来 秦峰 你若不给大家一个解释 这寒冰门的圣子 内通其他宗门 该当何罪 林南天的话音刚落 秦峰身边的许宇烟已是焦急地 拉住了秦峰的手 似是害怕秦峰与玄月宗的关系暴露似的 连不太了解散仙界情况的许宇烟都知道 如果秦峰与玄月宗的关系暴露 立刻就在寒冰门成为众矢之地 别说秦峰可能不愿意保下秦峰 就算秦峰想要保下秦峰 都几乎不可能 可当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只听得山门之外 一道尖利女生喝道 我就是秦峰的靠山 怎么了 秦峰身边的许宇烟和李蒙听得这话 立刻就知道 来者必然是玄月宗的圣女戏悦了 以他那股怪刁蛮的脾气 真是不嫌是大啊 这顾奶奶是故意来给圣子上演要的吧 李蒙在一旁着急地向热锅上的蚂蚁 这不就是不打自招了吗 林南天听得这一道女声 当即冷笑了起来 若不是这女人不打自招 你还想瞒我们到什么时候 秦峰啊 秦峰 想不到你还真是个多情种子 一个野女人装成寒冰门弟子带回来不算 还勾结了一个外宗的妖女 想要谋夺寒冰门的基业 你这圣子做的可真是有本事啊 可是他的话音刚落 砰 一道强大神念 瞬间就将林南天给抽飞了出去 狠狠倒撞在大殿的一角 满头血污 甚至连牙齿都被打掉了不知多少颗 只见一道人影抬起右手 缓缓走进到寒冰门的大殿之内 你敢说我是野丫头 林南天用漏风的嘴巴 含糊不轻地大声喊道 行风 你这叛逆 你勾结外门殴打本门长老 你这妖女 你 话音戛然而止 因为林南天不仅看到了一身 黑群的戏乐 还看到了立在他身后的整整三十名散先进五众以上的弦乐宗强者 这样的阵容 比起对于寒冰门威胁最大的天鹤宗 强大到不知凡己 就算是要直接吞并掉寒冰门 也不是说说而已 走在最前面的戏乐 此为振折全场 环顾左右冷笑道 韩冰门就算与我们弦乐宗有瓜葛 你们韩冰门能拿我们弦乐宗怎么样 韩冰门中长老灯时就愣住了 是啊 以韩冰门如今鸡瓶鸡弱的情况下 别说是比天鹤宗更强的弦乐宗 就算是天鹤宗想要直接插手 韩冰门的内务 又能拿他们怎么样 十多年前 天鹤宗巧取豪夺 把韩冰门的基业建成都给夺走了 但碍于天鹤宗是在其他宗门手里夺来的 韩冰门不也没有办法不是 更何况是实力势力 比天鹤宗还要更强的弦乐宗 只有姬长风虽然看出了来者弦乐宗圣女的身份 但冷冷看着面前的女子 陈生说道 玄乐宗圣女 你可知道 为何我们韩冰门基平基若接近百年 在外也频频受入 却是从来没有人胆敢在这韩冰门的本山上撒野 更不敢说攻灭我们韩冰门的事情 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姬长风不愧是韩冰门的大长老 也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场面 一语落下 以神威病失 一下子就将戏悦己说的愣住了 言外之意便是 当年祖师姬长鱼很有可能留下了不得了的护山大阵 或者是什么要命的静置 关键时刻也许可以跟来犯之敌 玉石巨焚 姬长风的话 看起来是摄问 其实算是一种威胁了 果然玄月宗的圣女戏悦听的这话 语气也是稍稍松了一些 淡淡说道 我不过是看你们韩冰门如此对待于自己门派有功之人 实在其不过去 说几句公道话而已 戏悦双手抱肩 冷冷说道 你们韩冰门的圣子秦锋 不卑不亢 在天赫宗退掉了与他们宗门的婚约 而且又叫天赫宗主发了不得再以此为追究的誓言 可以说为你们韩冰门争足了面子 非是如此 天赫宗主又怎么可能允许他宗门的长老护送杨雄来截杀秦锋 戏悦淡淡说道 若是寻常的酒囊饭袋 也配得天赫宗的高层动手吗 听得玄月宗圣女玄月的话 众多韩冰门长老皆是一惊 退掉婚约已是十分不易 他居然还让天赫宗主立下誓言 不得以此事报复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立在西岳身边的玄月宗特使尚玄也是为秦锋名不平 冷冷说道如何做到的 我以玄月宗在天赫宗官吏特使的身份告诉你们 这是他先拜拜明天赫宗内门弟子 又诛天赫宗长老易云天换来的 何其不易 回到自己宗门却连个迎接的人都没有 还都是呛人的话 尚玄冷声挖苦道 我若是秦锋 这样的宗门 不待也罢了 以他的实力能力 若是来我们玄月宗 宗主必然是岛屡相迎 奉为上兵 就算是请为长老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谁却要来不入流的宗门 做什么劳神子的圣子 听得尚玄如此打脸 姬长风和众多长老自是理亏 只得莫不作声 低头听着了 姬长风半嗓 方才对着玄月宗众人说道 我等不了解情况 以至于错怪了圣子秦锋 是我们不对 感谢戏月姑娘为我宗圣子秦锋 仗义直言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认悚了 既然玄月宗的圣女是来为秦锋 主持公道的 认错了 认悚了 林总可以走了吧 然而就在这事 林南天却是满口血污 大叫了起来 难道说 这妖女殴打老夫的仗 就这样算了 话音未落 只听得姬长风冷声喝道 林南天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秦锋对寒冰门忠心耿耿 是我等错怪他了 这事是我们寒冰门不对 一时之间 整个寒冰门的大殿之上 若真可闻 姬长风承认秦锋对寒冰门忠心耿耿 又当众呵斥了林南天 这意味着 姬长风与林南天公然决裂 这寒冰门要变天了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秦锋会挟着玄阅宗的势力 颤热打铁要求掌门之位的时候 秦锋的反应却是 秦某多谢圣女殿下为我鸣不平 如今我已得到了宗门的公正对待 那么阁下请回吧 听得秦锋的话 众寒冰门长老皆是眼中流露出了惊恶之色 要知道此时此刻 是秦锋抢班夺权的大好机会啊 他居然帮着寒冰门下逐客令 只有姬长风微微点头 眼神之中很是赞许秦锋的举动 身为寒冰门圣子 自然要站在寒冰门的角度去考虑 如此方才能够在宗门做道教人心服口服 否则的话 今日他即便脅迫我们将寒冰门的掌门之位传给他 也不过是玄月宗的附庸傀儡罢了 姬长风在心内这样想着 已是对秦锋做出了中肯的评价 此此有大智慧 若是我那不孝徒儿 有他十分之一的智慧全谋 何至于落到今时今日的下场啊 戏悦听得秦锋居然对自己下逐客令 当时冰冷的脸上就露出韵怒之色来 你是在赶我走 秦锋笑了笑说道 寒冰门之事 自是要我们自己处理 不劳烦圣女费心了 戏悦听得秦锋的话 只得冷冷说道 我玄月宗众人远道而来 在你寒冰门小住几日不可吗 这就是你们寒冰门的待客之道 秦锋却是淡淡一笑 针锋相对道 非是本门无礼 实在是不入流的宗门 家底单薄 房屋破漏 难以接待众多二流宗门的大佬 无礼招待 还请见谅 听得这话 差点没把玄月宗仪众人等给气笑了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寒冰门毕竟当年也跻身过一流宗门 会连几家像样的客房都没有 这真是 气悦只得强忍住怒气 冷冷说道 那我等坐下来 喝几杯茶 总没有问题了吧 上玄也终于忍不住说道 圣子殿下 大家朋友一场 若是连一杯水都不留我们喝 未免有点太叫人寒心了 纪长风似乎也觉得是有点说不去了 轻轻干咳了几声道 请玄月宗诸位道友至片店饮茶小气 请吧 玄月宗众多强者这下终于忍不住了 说请我们喝杯水 还真请我们喝杯水 你们寒冰门哪里来这么大的架子 就算你寒冰门也不敢这样对待我们玄月宗的圣女 你们简直 秦峰确实淡淡说道 天鹤宗毕竟从来没有躋身过一流宗门 也没有一位曾经震撼过超一流宗门的天才掌门 第1711张前有狼 后有母老虎 听得秦峰的话 原本对他有意见的寒冰门众多长老 结实一愣 玄疾对他的恶意与偏见都消解了许多 毕竟秦峰这句话 确实为寒冰门长脸了 全月宗的圣女戏月也只得咽下这一口不平之气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说道 好 我们到偏殿喝上一杯茶 稍事休息就离开 不过茶歇期间 还请圣子殿下作陪 带本宫看看这寒冰门的古迹名声 戏月见秦峰嘴唇微动 似是还要拒绝的模样 不禁嘴角弯弯 少有地露出一丝狡狭的笑意 既然圣子殿下口口声声说 寒冰门曾躋身过一流宗门 还曾经出过震撼过超一流宗门的天才掌门 想来我等一直徘徊在二等宗门的玄悦宗 必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戏月说的谦逊 却是以秦峰之矛工秦峰之盾的斗转心仪手段 直叫秦峰无法拒绝他这个请求 哪知秦峰笑着回答道 我加入寒冰门时间 都不到一个月 其中近半个月还在天鹤宗 对寒冰门的陌生程度与圣女殿下不相上下 圣女殿下若是真要游览寒冰门的古迹名胜 倒不如请秦峰长老做陪了 听得秦峰居然又要推辞 戏月终于急眼道 秦峰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本宫难道是能把你吃了的凶兽吗 秦长峰似是觉得秦峰太有点巨人千里之外了 只得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说道 圣子 你与玄悦宗圣女皆是年轻人 也是同辈 有你做陪更合适一些 莫要被其他宗门说我们寒冰门落入了三流宗门 也是了以前该有的礼数 既长峰既然都开口 秦峰也只得拱了拱手应允了下来 经过大殿交锋这么一出 跟着秦峰回来的百名寒冰门弟子 一个个都变成了同门眼中的香波波 一个个端茶地水 敲腿按肩 央着他们说秦峰圣子在天鹤宗斗智斗勇 以及生情叛徒杨雄的精彩故事 这些寒冰门的弟子们当然愿意为自己崇敬的圣子秦峰古语呼 他们便将天鹤宗如何才进门救陷害秦峰 秦峰又如何通过炼神塔狠狠打脸 并下七日之约后 先占百名弟子 在诸寒冰门 再在半路击败被尽要狂化后的杨雄 如此这般 天有加醋地讲了出来 尤其是那里蒙 原来不过是一个杂役弟子 即便在小小的寒冰门 也是人见人欺的角色 此时俨然变成了寒冰门里的大红人了 那些个外门弟子 那门弟子一个个都口称里蒙师兄不迭 就算在没有眼力尽的人 也看出来秦峰是寒冰门的新贵 这里蒙指不定什么时候救生护法了 还不得把大腿赶紧抱牢了去 里蒙也是以秦峰的轻随自居 成为了他最忠实的勇短 只见他手边针了一大碗茶 边说边比划着 当时那寒冰门的一剑 断得是吓人啊 剑气如山 那叫一个 翻 翻江岛 哎呀 岛什么来着 哦 岛海 边说 他还边砸着嘴 做出类似剑气纵横的嗖嗖声来 但你们猜圣子殿下怎么地 这里蒙一拍大腿 说道鸡张楚 大声道 一刀劈下 可斩鬼神啊 一刀就把天鹤宗中长老排名前五的 寒冰门给斩了 围观的弟子们一个个都是张大了嘴巴 一副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的表情 里蒙不禁扎嘴道 也不怪你们不信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也不信啊 那一刀斩的 天鹤宗主都给吓傻了 听得里蒙的话 周围弟子聚个喝彩 更有人信心满满地说道 如此一来 天鹤宗想要吞并我们寒冰门的阴谋 算是彻底破产了 我们寒冰门中是又以平等的姿态 重新立于各大宗门之中了 此几赖秦锋圣子之功嘛 真是机掌门在天有灵 不觉寒冰门厚似 降下了这传奇的秦锋圣子啊 但就在这时 忽帝有一名年龄稍长的那门弟子 摸着下巴上短而粗的胡须沉印道 走了一个天鹤宗 来了一个玄月宗 他似是故意说话呛这些智得意满的弟子 好泼他们的冷水 又好似是真是忧心于寒冰门未来的命运一般 前有狼 后有虎 哪里有多寒冰门的立身之处哦 其实 他说的话 也未必不对 寒冰门现在的的确 却是前有天鹤宗这头恶狼尚未死心 熏寻不去 后面又有玄月宗的母老虎 虎视眈眈的状态 就比如现在 秦锋与细月在这寒冰门的后山散心 分明一个是俊秀少年 一个是窑窍淑女 可可 至少看起来是窑窍淑女 按理说两人也不是初次见面 之前细月还是楚香雪的时候 就跟秦锋 在建成的棉月楼里认识了 但此时此刻 月上中天 良辰美景 两人却是没有一心半点的以你情愫出来 或者说 是神女有心 相亡无梦才对 终于 细月实在暗耐不住了 一把拉住身侧秦锋的手 气鼓鼓地说道 秦锋 你这没良心的 我这一路上好心护你 祝你 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 细月急声说道 你的确会觉得楚香雪和细月是一个人很古怪 但你可能不知道 楚香雪一直是我恋化的元神分身 秦锋一听到元神分身 也是唯唯一惊 秦锋跟小灰闲聊的时候提起过炼制元神分身这门秘术 这是正常情况下 必先进都不一定能施展出来的手段 除非是有 元魂圣体 秦锋对天和宗圣里的羽翼圣体嗤之以鼻 那是因为羽翼圣体 不过是天生就可以遇空 而且拥有一层防护羽翼而已 真正作用与秦锋的青天流离体比起来 简直就是天渊之别 但这元魂圣体则不一样 凝炼散先元神就可以凝炼元神分身 元神分身夺舍肉身之后 即便本体被毁 也就实力受损 境界都不会跌落 除非将本体与分身相继杀死 不给分身以喘息之机 否则分身变为本体 实力恢复又可以继续凝炼元神分身 连受元限制都可以忽视 等于是不死不灭的圣体 理事元魂圣体 秦锋发问 戏月也不掩藏 大大方方地承认道 本体坐镇玄月宗 分身在棉月楼收集情报 分身会与本体在性格上有一些差异 仅此而已 秦锋唯唯一愣 却听得戏月如连珠炮一般说道 你以为尚玄为什么好好地去天鹤宗观礼 为什么他一而在 再而三地在你跟寒冰们对决的时候指点你 你以为我是收到了尚玄的什么神念传音 才前来相助的吗 我根本从你们离开天鹤宗席 就一直在暗中跟在尚玄后面 全月物子说道 以你的你心智 你该不会一直以为 你就是这么运气好 人人都喜欢你 偏偏要护着你周全吧 秦锋听得弦乐的话 抬起头来 望向长空好乐 淡淡一笑说道 正是因为是有蹊跷 所以我才一直都觉得 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秦锋唯唯转过身来 看向月光之下的少女 与其依旧淡淡 却是带着一丝微淋雨寒意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知自己的精良 若是你做了这么许多 仅仅只是因为喜欢我 他笑道 秦锋实在愧不敢当 所以 无视献殷勤 非奸其道 想来 你必是对寒冰门有所图谋 我说的对是不对 秦锋明明与戏乐是旧事 之所以反而对玄乐宗的圣女戏乐 有很深的戒心 也正是源于有自知之明 若是在中土世界 他全是滔天 舞蹈卓越 如道风雅 什么样的女人喜欢上他 都不会奇怪 但在三仙界 秦锋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散修 就算成为了寒冰门的圣子 也不过是三流宗门的圣子 比起寻常散修可能也就稍微好上一点 在二流宗门眼中 可能都羞于提及 若是楚香雪那样的风尘女子也就罢了 偏偏楚香雪的真实身份又是玄乐宗的圣女戏乐 这事情就大大地有蹊跷了 戏乐见秦锋说破 四世终于下了决心 也不再跟秦锋绕弯子了 陈生说道 玄乐宗想要吞掉寒冰门和天鹤宗之心就意 我知道 秦锋陈生说道 否则你也不可能将一个宝贵的元神分身放在建成的棉月楼里 虽说是棉月楼卖一不卖身的头牌 但毕竟是烟花柳相 你舍得下这样的血本 必是因为玄乐宗既于建成 我没说错吧 戏乐淡淡说道 原本一切计划天衣无缝 只等挑起天鹤宗武力吞并寒冰门 我们再以黄雀之姿 捕杀天鹤宗这头愚蠢的螳螂即可 只是千算万算 却偏偏少算了你这一数 戏乐四世苦笑道 更没想到你这个尚未十几天时间 位置都还没坐热的圣子 居然解除了天鹤宗与寒冰门的婚约 这样一来 玄乐宗的很多计划 都难以继续推行了 戏乐看向秦锋 与其四代七分威胁 另外三分却又似玩笑一般 其实宗主给我命令 是叫我今日一箭杀了你 以绝后患 一了百了 他笑着 意味不明道 但我不想这么做 我想给你一个我们联手合作的机会 第1712章就当他在闹小脾气 秦锋听得戏乐的话 目光唯唯一变 心内末地就略过一丝不祥的猜测 果然 戏乐嘴唇单薄如刀 清喜而笑 寒冰门与玄乐宗合作 不仅可免灭门之祸 还可重新击身二流宗门的行列 虽然不明白你这上纪来人 为什么要到寒冰门这样的破落宗门安身 但你当明白 双拳难敌四掌 蒙虎不及群狼的道理 听得戏乐居然还依旧把秦锋当作是天仙界下降的哲仙人 秦锋只觉得好笑 但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只听得戏乐继续说道 以你在天鹤宗时纵横百合的手段 临场应备的机制 若是你我联手 即便是一流宗门那些高屋建林的强者 怕也难比你我志母手段的十分之一 如何能不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听得戏乐的话 秦锋确实笑了笑说道 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那也是你弦乐宗的大事业 与寒冰门 与我又有什么干系 戏乐听得秦锋的话 似是好不容易忍住了他那有些盛气凌人的笑意 人方为刀阻 寒冰门为鱼肉 你自己不知道吗 如果你不与我们弦乐宗合作 除了天鹤宗 不知道多少宗门想要吞掉你们 他神色带着领异道 到时候别说寒冰门重回二流宗门 祖宗基业也是必然没有了 若是开明的宗门也许还会将你与一干长老吸收进去 但也基本是闲人一个人 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 休想再施展你的雄心报复了 他看向秦锋 与期待威胁意味道 若是遇到心狠手辣的宗门 你寒冰门上去 怕是鸡犬都难以留下了 秦锋侧顾脸来 雨光从西岳的脸上不及丝毫停留 就望向中天道 等价交换 这三仙界的宗门 根本无有道理可讲 已必是要整个寒冰门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戏月却又说道 我主动与你合作 完全是因为看中你本人的能力与才华 寒冰门 也就基本基成与当年留下的胜数 还有一点价值 所以只要寒冰门奉上基成与的胜数秘籍 选择做玄月宗的附庸宗门 不只是玄月宗可以保证寒冰门平安无恙 曾经归寒冰门所有 后被天鹤宗夺去的建成 玄月宗也会物归原主 就在这时 秦锋忽帝冷笑了起来 三仙界宗门这么多 我为什么不找一流宗门合作 做谁的附庸不是附庸 戏月正被秦锋这句话呛的说不上话来 秦锋又冷笑道 将宗门底蕴都双手奉上 以求自保 那与宗门覆灭有什么差别 就算能苟延残喘一时 以后的寒冰门也对其他宗门再无有用处了 宗门覆灭之祸 或早或晚 也就在淡系之间了 戏月听得秦锋的话 不经气鼓鼓地说道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 说得倒是轻松 为什么不跟一流宗门合作 一流宗门可能看得上你们这样的小门小派 戏月似是在打击秦锋 又好像是在维护自己最后的体面 你以为寒冰门的这点底蕴 一流宗门能看得上 你的这点底蕴 也就我们弦月宗能够看得上眼了 听得这话 秦锋不禁笑了起来 那不劳戏月姑娘费心了 寒冰门这点小家底 入不得其他宗门的眼 自是不会惹来什么杀身之祸 秦锋的目光陡然一领 却是冷冷说道 至于像天鹤宗这样的二流宗门 赶到寒冰门的本山来撒野 来一个猪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戏月听得秦锋的话 如何能听不出里面指桑骂槐 寒杀射影的意思 天鹤宗这样的二流宗门 那不就是包括了他的玄月宗吗 以戏月灯时怒道 敬酒不吃 天要吃法酒 好好好你一个秦锋 本宫要等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到玄月宗来 跪在本宫的面前 求本宫救你的寒冰门 他扭过头来 衣袖浮动 选色长裙如黑浪翻滚而去 原本众多在天殿里喝茶的玄月宗强者 一看到自己家宗门的圣女 阴沉着脸回来了 还以为圣女在寒冰门受了巨大的委屈 当时一个个墨地站了起来 他们或手里按先兵 或杖飞剑而起 一个个都只等着戏月一声令下 直接动手开打 周围的寒冰门弟子也是如灵大敌 纷纷起身手持冰刃做防卫状 整个偏殿之内 本来就不干不尬的气氛 顿时剑拔弩张 只有与秦锋关系良好的上悬 心急如焚 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忽听得戏月轻冷声音力喝道 所有人即刻离开寒冰门 一声令下 原本以为就要开打的 玄月宗和寒冰门弟子皆是惊住了 戏月又冷声道 以后两宗之间刀剑无眼 再无瓜葛 我戏月在管寒冰门的一剑破事 就将我名字导过来写 话音落下 便身形化为乌黑长影 玉剑飞出 挂天而去 全月宗众人稍稍迟疑 也只得欲剑追了出去 三十余道各色剑气长红 冲天而起 迅速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偌大片殿之内 一时间人走茶凉 只留下面面向去的一众寒冰门弟子门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全月宗的圣女不是之前还跟圣子大人谈得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之间 说翻脸就翻脸了 正当众人困惑不解的时候 一身白衣的秦风徐徐从后山走了回来 李蒙当即没忍住 上前对秦风问道 圣子大人 您到底跟玄月宗的圣女说了些什么啊 这女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秦风笑了笑说道 没说什么 你就当他是在耍小脾气吧 小脾气 这一下李蒙等听到这句话时 眼神就都不对了 圣子大人说玄月宗那的妖婆子是在耍小脾气 难道说圣子殿下把这玄月宗号称是只喜欢女人 不喜欢男人的妖婆子都给拿下了 寒冰门的弟子门 修为境界也许不高 修炼悟性也不强 但是八卦水准却是直逼超一流宗门 甚至是有过之而不无不及 想不到圣子殿下如此有男子气概 连这种货色都能拿得下来啊 更有人学着秦峰之前的语气 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们听到圣子的话没 就当他是在耍小脾气吧 这满满的都是有故事啊 对对对 有故事 肯定有故事 圣子要是跟这戏月没有故事 我那弟子随手指着桌上的茶壶说道 我就把这茶壶给吞下去 喇之话应当落 秦峰就笑着言语道 那你就把这茶壶吞下去吧 我跟这玄月宗的圣女 当真没有什么关系 秦峰自是不可能说 戏月要他做玄月宗附庸的事情 否则到时候瓜田里下的 是戏月威胁秦峰 还是秦峰主动出卖宗门利益 哪里说得清楚 只不过在众多看热闹不闲事大的 寒冰门第子眼中 秦峰的回答 明显是此地无垠三百两啊 然而 就在玄月宗众人欲见而去的同时 黑暗之中 一道人影墨地捏碎了一枚宝珠 刹那之间 飞起阴暈化为水墓 一道人影赫然其上 这人影不仅与秦峰见过 还与秦峰数次交锋 被驴驴打脸 可以说对秦峰是狠之入骨 不是旁人 正是天鹤宗大长老 金明 林老鬼 你这脸上 你这牙齿是怎么回事 金明开口就冷笑道 莫不是走山路 没有打灯笼 门牙磕在了青石板上吗 林南天与这金明居然一点都不客气 冷冷笑道 还不是拜秦峰那斯所赐 竖起来 你在天鹤宗不是也吃憋了吗 被这小子给坑得半死 金明一提到秦峰 顿时笑意消失 牙齿反而是气得哥哥只想 此子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食肉浅皮 林南天冷笑道 金老头 如今正有一个可以让你我都得尝所愿的好机会 为等金明发问 林南天已是继续说道 如今秦峰这小子恶语 呛走了玄岳宗的妖婆子 想来玄岳宗碰了一鼻子灰 一时半会也不再可能来帮寒冰门了 正是天鹤宗攻打寒冰门的大好时候 金明听得林南天的话 却是迟疑问道 就算能攻得进寒冰门的山门 这护山大阵 我们又哪里能对付得过来 据说寒冰门的护山大阵 鼎盛时期 都斩过地先 我们当真可以攻下寒冰门 林南天却是大笑了起来 金老头 当初我受老宗主之命 加入寒冰门作为内应 这么多年 都是白做的吗 寒冰门就算以前 有可以斩杀地先的护山大阵 如今实力也是实不存疑了 林南天得意道 我之前一直被鸡长风瞒着 今日看到他以护山大阵 要携弦乐宗的那丫头 方知唯一的金要在鸡长风的手里 只要置住了这丝 寒冰门垂首可得 第1713章天鹤圣女送上门 金明听得林南天的话 也是眼神之中金光闪烁 此话当真 林南天冷笑道 金老头 你我百年交情 我有必要骗你 当年若不是我给鸡长风下套 两宗联姻之事 又怎么可能促成 金明也是沉吟说道 此话也有道理 只是 如今我们又能以什么理由 对寒冰门动手呢 毕竟天鹤宗与寒冰门之间的婚约 已经被废止了 天鹤宗主也当场沉默了 不再以此事对寒冰门发难 又怎么可能再去寒冰门挑起事端 林南天见到金明为难的模样 近视的意一笑 老夫这几日早就想好了对策 可将与霓裳直接送到寒冰门来 就说两宗虽然没有了婚约 但此桩姻缘乃是一桩美事 宗主一想成就此事 金明听得这话 不惊道 如此妙啊 虽然两宗已没有了婚约 但我等将宗门圣女送至寒冰门 若是寒冰门不应成下这门婚事 或是直接拒绝的话 就是天大的失礼了 林南天冷笑道 若秦峰这小子和鸡长风拒绝这门送上门的亲事 你们就可以直接攻打寒冰门 若是他们应承下来 更好 喜宴之上 你们动手直接制住这两人 寒冰门更是唾手可得 林南天说完 金明不惊的一冷笑起来 若是如此 拿下寒冰门 当真只是弹指之金了 林老鬼 你为宗门立下的汉马功劳 天鹤宗上下不会忘记的 林南天确实冷笑说道 金老头 若老夫在天鹤宗里 哪里还有你什么事 金明听的林南天这样求自己 却不生气 笑着说道 你为宗门立下如此大功 天鹤宗长老之位是你的 未来的圣子之位 也会是你林家的 林老鬼 你这样可满意了吗 当夜 秦峰回到自己的房间 见许语焉还在油灯下等着自己 两人经过生死轮回 终于重逢 自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怎奈何到了散仙界以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竟是应接不暇 叫着一对有情人连话都不急地说上几句 此时此刻 戏月带人离开 秦峰也终于得以脱身 在许语焉的帮助下 解下长袍 挂于床榻之边 秦峰呼地就觉得腰间一暖 却是许语焉从后面搂住了他 未等秦峰开口 就听得许语焉低声说道 不曾想到 此生此事 还能够与你这般相拥 游记得在西北军时 你我亦是这般 秦峰亦轻轻拉住他的柔宜 淡淡说道 两世轮回 虽然不过短短百年 却当真如同幻梦一般 许语焉轻轻已在秦峰的后背上 你声说道 我知道 我如今只有一魂一魄 若不是你逆转天道 强行带我来这天外天 我必然已经在中土世界病死了 秦峰轻轻付住他柔嫩的御守 笑了笑说道 你到天外天 已摆脱了寿源的限制 不必担心了 谁知道许语焉镜是已在秦峰的身后 轻轻摇头 柔声说道 你莫要安慰我了 我早就问过李蒙了 我的原神削弱的只有正常的五分之一 硬是我只有一魂一魄的缘故 不仅不能修炼 而且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反噬而死 他的语气却是没有丝毫的悲伤 反而带着极灭的悲喜 不称不怨道 我如今不求长生 只求能够与你在一起度过这最后的时光 到死也不要再分离 秦峰听得徐语焉的剖白 轻轻转过身来 不由分说就涌住了他 一声说道 是在人为 你死而复生 重新回来我的身边 不就是明正吗 至于一魂一魄不能修炼的天欠 还能比过这生死永绝更大吗 秦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搂住面前的家人 有些霸气地笑道 我不管你在中土昏迷不醒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如今我都要再对你说一遍 这位曾经中土世界的帝王 深情款款道 这世间最宝贵的就是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的东西 而你 我这失而复得的珍宝 此事此生 我都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 徐语焉听得秦峰的话 霞飞双颊 用戏若闻吟的声音道 夫君 夜色深了 我们就请吧 秦峰见到怀里姑娘娇羞的模样 也是笑着说道 好 天色不早了 我们休息吧 徐语焉听得秦峰的话 脸都红到脖子跟了 轻轻地就去扯秦峰的衣袋 说道 夫君 切身替你 替你宽衣吧 就在这时 秦峰呼听得门外挤促的脚步声传来 没等秦峰喝止 来人匡弟一声就推开了房门 月光如水 雪亮如刀锋 刹那之间就照彻了整间偏电 秦峰与徐与烟在这雪白月光之下 脸色结实一变 竟像是被人撞破亲密的小情侣一般 手也不知道放哪里好 脚也不知道摆哪里好 不止他们尴尬 近来报信的李蒙也是尴尬的要命 这 这个 李蒙赶紧低下头来 低声说道 圣子殿下 非是我要打扰您的雅信 实在是大长老他 他务必叫我通知您立刻前往正殿 有十万伙计的事情相伤 这家伙说完 还此地无影三百两地补了一句 圣子放心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 秦峰听的李蒙的话 本来还压了一肚子火的秦峰 不禁也笑了起来 李蒙赶紧趁机坐到床边 放下了帐子遮了一遮 低声对秦峰说道 夫君 我看鸡长风长老也不像是个大惊小怪之人 若是他说有十万伙计的事情 必是错不了的 来日方长还是先去忙宗门的正事吧 秦峰听的李蒙的话 也是有些无奈必笑道 好就依夫人所言 但就在秦峰劈起长袍 冒着凌晨的山中严寒 来到正殿的时候 大殿之内 却是只有一个人等在那里 当然不会是林南天 而是秦长风 他一见秦峰来了 忽帝就开口说道 秦峰圣子 你随我来 秦峰见秦长风一脸凝重 也不多问 便随着他一路出了正殿 到了后山里的一处 看似是死路的洞穴之内 最初走进去 可能还有两人的间隙 越朝里走 越挤 才走百十步 就只有一人的间隙 再走百步 就必须要侧身经过了 若是寻常人走到这里 必是以为无路可走 要折返回去了 可偏偏走在前面的秦长风 毫无要折返回去的意思 秦峰也似乎是很沉的筑气 居然一言不发 一句不问 就这样跟着秦长风 朝洞穴的深处走去 两人也不知道 这样贴在潮湿的眼笔之上 一步一步挪着 走了多少步 秦长风的脚步忽地 就停住了 你为何不问问我 要将你带到何处去 秦峰却是在这幽暗的洞穴之中笑道 你必是带我去寒冰门的隐蔽之所 我问你 你也不会说的 只听得及长风淡淡说了一句 只可惜杨雄没有你一半的聪明 也不知是万习 还是懊恼 踏漠地抬起手来 寒冰属性的心力骚然弥散开来 这是属于寒冰门的正统力量 刹那之间 秦峰的耳畔不停地传来 弄弄弄弄弄弄弄 冰块冻结的声响 与此同时 一道滑光镜是从洞穴的最深处 骤然亮起 顿时 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之内 在经过无数道冰墙的折射之后 镜是变得如同白昼一般 秦峰这才发现 这一处洞穴 根本就不是岩洞 而是由寒冰铸成的一条隧道 在隧道的尽头 是完全由冰霜凝结的宏伟殿堂 在殿堂的最中央 一座完全由寒冰铸成的宫殿顶端 一颗夜明珠 在先例的启动之下 破开尖冰 万古长明 映照得整的宫殿如白昼一般 这宫殿 难道是在 是在寒冰门本山的山腹之中 这样恢弘的宫殿建筑也就算了 关键秦峰还看到这冰窟之内 层层叠叠的悬傲正文 别人也许不认得 秦峰却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些正文遵循的原理 正是秦峰给姬成渝等人的八卦经历上的原理 在服役中土世界最厉害的正文 以及散仙界一些上有可取之处的先阵 难怪传说寒冰门的护山大镇 最巅峰时期可以占帝仙 仅仅是秦峰以八卦镇的无穷妙礼 别说是帝仙了 催动起来 天仙怕都要吃苦头 但姬长风好好地带秦峰来看这寒冰门的护山大镇做什么 未等秦峰的疑惑提出来 姬长风已是静止开口说道 成渝掌门曾单独与我提起过 若遇到那同样持有掌门经令之人 须将他领来此处 将我此地遗物尽数赠他 我之前因你来历不明 对你督有戒心 亦不知你对我寒冰门究竟是何动机 姬长风看向秦峰徐徐说道 但你在天鹤宗令寒冰门扬眉吐气 又不顾玄月宗威逼利诱 坚持不做他们的附庸 由此可见 成渝掌门的遗物 非你莫属 第1714张姬成渝的宝贵遗物 听到姬长风的话 秦峰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吃惊 毕竟姬成渝乃是寒冰门最受崇敬的祖师 他的遗物不能给一个来历不明 只是手里握有掌门经令的人 而且 正如秦峰所猜测的那样 姬长风指着不远处寒冰宫殿顶端的叶明珠说道 因为百年来 都不曾有人拥有第二枚掌门经令巡来 所以 我们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开启这枚宝珠上的机关 也就是说 从没有人进去过寒冰圣殿 也没有人知道里面究竟存有成渝掌门的什么遗物 姬长风缓缓说道 但根据与成渝掌门统一时期的老人推测 应该是一门帝仙计 甚至可能会是天仙计 也有可能是帝仙气 或者是天仙气这样的神兵 姬长风的眼神之中 似有神网之色 毕竟 当年成渝掌门是斩杀过散仙九重 无限接近于帝仙的强者 后来那名强者的帝仙师尊到寒冰门找成渝掌门寻仇 又被寒冰门的护山大镇所斩 一战震惊天下 姬长风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但福西或西 成渝掌门也为超一流宗门所记 最终被暗算杀死 继而短短数十年 失去了成渝掌门的寒冰门 就破落到了如今这般的情况 领地被夺 宗门岌岌可危 只能排在三流宗门的末尾 他看向寒冰宫殿 陈生说道 秦峰 你既拒绝了玄岳宗的庇护 那基本上距离灭宗之祸就不远了 秦峰听得姬长风的话 似是听出了些许责怪之意 他便开口道 姬长老的意思 是我不知进退 不懂韬光养晦 进而为宗门带来了灭顶之灾吗 姬长风摇了摇头说道 此事不怪你 只怪寒冰门太过孱弱 直不起要来 全岳宗相助我们 帮我们对付天鹤宗 不非是想要谋夺这成余祖师留下的道葬 人方为刀祖 我为鱼肉 这一天的到来 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听得姬长风有些无奈的话 秦峰也是沉吟道 那长老需要我做什么 姬长风将手里的经令递给了秦峰说道 取走到藏 即刻离开 而且走得越远越好 秦峰听得姬长风的话 不禁一愣 你赶我走 姬长风苦笑道 非也 你与天鹤宗交锋 与玄岳宗对峙 我都看在眼里 你是极其难得的忠心之主 但你并不适合在这里 我之前曝露了护山大镇的秘密 以此来吓走了玄岳宗的圣女玄岳 但此时此刻 天鹤宗恼羞成怒 玄岳宗又坐闭上官 寒冰门的虚实又已经曝露 如今的寒冰门已是围如雷卵 姬长风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你本不该被卷入这件事情里来 既然成于掌门留下过遗训 要将这寒冰殿堂内的遗物留给你 与其宗门破灭之后 被他人谋夺 不如依掌门所愿 你得到之后立刻离开 姬长风摞了摞胡须 苦笑道 让最终攻占寒冰门的宗门 铺了一个空 一无所获 也算是给他们最后一个教训吧 寒冰门却是唯唯一惊 询问道 宗门不是有可以斩杀地先的护山大镇吗 为什么不开启护山大镇 以天鹤宗和玄岳宗这样的二流宗门 绝对不会有堪比地先进的强者 我们寒冰门不就高枕无忧了吗 姬长风听得秦峰说我们寒冰门 心内也是微微感动 但还是无奈说道 无人是的这些镇文 无人会用这些镇文 也没有如此众多的灵石来催动这些护山大镇 姬长风笑了笑说道 你来寒冰门时日不长 恐怕你还不知道这其中的蹊跷 上一次护山大镇发动式成羽掌门陨落一年之后 众多宗门一起杀上寒冰门 眼见着宗门就要灭亡 护山大镇发动 六根冰矛歼灭六名宗主强者 众宗门旋即惊骇退却 宗门得以保存 秦峰听得姬长风的话 不禁诧异道 难道说 这六根冰矛是护山大镇留下的后手 非是你们发动的 姬长风点了点头 秦峰算是理解了 此时此刻的姬长风的心情了 护山大镇其实不过是一个吓唬其他宗门的噱头 现在的寒冰门上上下下 根本无闲可守 一旦天鹤宗或者玄月宗发难 宗门灭亡不过是旦夕之间的事情 姬长风再次语重心肠道 秦峰胜死 如此 你明白老夫的心意了吗 秦峰点了点头 但却是开口说道 我这就去开启道藏 姬长风苦笑着说道 开启道藏后 立刻离开 越远越好 只要你还有寒冰门的道藏 以后再兴宗门亦不是难事 寒冰门就还有复兴的希望 不料秦峰却说道 我是不会走的 姬长风陡然一惊 你说什么蠢话 秦峰却是不曾与姬长风答话 静止走向隧道的边缘 纵身而跃 白衣人影飘飘落于寒冰宫殿之上 在璀璨到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夜明珠光芒之下 两块与秦峰手中的八卦金令一般大小形状的凹槽 他抬起手来 将自己的金令与姬长宇的金令 分别放入到了凹槽中间 框框框的巨响之中 寒冰宫殿的殿门层层叠叠向外展开 竟是像触动的机关一般 将立在殿顶的秦峰 脚下立着的区域包裹 陷入到了宫殿中去 秦峰进入到这寒冰宫殿之内 确实一下子就惊住了 宫殿之内 既没有什么仙术秘籍 也没有什么仙气神兵 偌大的宫殿之内 只有被寒玉高台拖住的一枚宝珠 即便以秦峰陷在天仙境的元神 散仙境四众的外放实力 居然都感到难以承受的寒冷 就在这时 一道夜明珠上的光滑 自穷顶投射而下 正照射在寒玉高台的宝珠之上 刹那之间 宝珠光滑耀眼璀璨 十几面寒冰凝成的墙壁之上 一道道绚丽的画面 如投影一般从这枚宝珠上折射了出来 秦峰在看到那些画面的瞬间 他只觉得心脏都已经在这巨大的冲击之下 停止了跳动 无数幅的画面之上 从十三道人引力于青葱树影之间 踏上天外天之地的十三名强者自决地围成了一个圆圈 一起抬起手来 右拳抵住 心想集拳 其生力是道 于天外天 同生死 共进退 必不顾一切向吞天异族追逃血债 捷尽所能为秦峰实现诛杀五帝灵渊之大志 若为此事 必生死盗销 不得善终 随后的画面中 他们躲避狩猎者的抓捕 甚至狠狠地反击其他宗门的狩猎者 掠夺这些家伙的不义之才 作为自己修炼的资粮 秦峰带道散先进来的十三人 无意不是资质百里挑一 千里挑一的强者 自是进步神速 很快就形成了一方势力 正如秦峰所猜测的那样 他们甚至还建立了建成的雏形 就在一幅幅画面逐渐向好时 他们终于引来了其他宗门的绞杀 一战之下 众人虽然没有战死 却多有带伤 再散先界招收的弟子 也大多死伤殆尽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寒冰门老祖像姬成羽伸出了橄榄枝 作为十三人中决策中枢的秦奥 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篝火之旁 一身血甲的秦奥陈生说道 我们这么多人一下子冒出来 又聚集在了一起 目标实在是太大了 也容易引起大宗门的警觉 若是化整为零 散先界的宗门不知有多少 以我们的天赋实力 怎么可能不做出一番事业来 进入一流宗门 资量丰富 甚好 如基成语这般 找一个不起眼的宗门 潜心发展 也是不错的 画面中的丁毅也主着常见在篝火旁说道 我等化入各个宗门 等于是我们在散先界各大宗门都有内应 彼此消息资源分享 反而比我们现在抱团发展势力 优势更大一些 去无疑确实陈寅道 只是我们化整为零 到了各个宗门 我们整体被歼灭的风险降低 但在宗门之内 我们便孤立无缘了 秦奥一说道 不一定每个人加入一个宗门 也可两三人入一个宗门 如我就准备与基成语同入寒冰门 听得秦奥说 要进寒冰门 画面上的基成语也是惊住了 黑其主 您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到这末流的宗门来 以您的天赋实力 去超一流宗门也未尝不可啊 秦奥确实笑了笑说道 我们终究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宗门 若是都寄人篱下 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将寒冰门发展成一个一流宗门 或是超一流宗门 如果秦峰真的有重新来到天外天的一日 我们留下的宗门 亦可为他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了 听得秦奥的话 身边的秦兰 蒙优越 寒雅轩语贬素心皆是眼神一案 暴熟 秦峰他 真的还活着吗 秦奥苦笑 他的命 远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要大 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 反正 我相信 第1715章 我与寒冰门共存亡 不知不觉 秦峰的泪水已是划过面颊 不及落下 就在这冰窟之内 画为了晶莹的冰沙挂在了脸上 秦峰看到秦奥等人 即便身处这般的险境 依旧想着要为自己来到天外天之路铺路 如何能不被这真挚情仪所感动 又听得秦奥说道 我等当记住 我们不过是借其他资源的宗门修炼发展 最终还是要飞升地仙界的 我们又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势力 他看向众人说道 我是秦峰的亲叔叔 论起辈分来 我也是你们的长辈 简单的事情给你们做 困难的事情 我来做吧 大家用八卦精灵多多联系 等到合适的时机 一起回寒冰门飞升吧 就在这时又一幅画面投射出来 却是姬成羽在雷霆之中被人暗散 粉身碎骨的画面 镜头末地转回到秦奥这边 录制着画面的秦奥低声说道 风儿 我等的计谋可能败漏了 我在三年之前就未雨绸缪 已经让所有人中断了用精灵相互联系 现如今 与我还保持的只有玄月宗的风七月 与战舍门的赵子龙 你若到此 可以去向他们寻求帮助 或许他们知道更多人的下落也说不定 秦奥对着宝珠说道 我会将这枚宝珠藏于 寒冰门的护山大镇最身处 除你之外 谁也无法看见 为防止我们一干人等被散仙界宗门发现 一网打尽 我已将离开寒冰门 隐居到飞升地仙境为止 他似还是觉得不放心 丁主说道 此方世界两个超一流宗门 实力非同小可 你一定要当心 若是有缘 你先借我们再见吧 画阴落 宝珠穗 整个寒冰宫殿之内 再也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秦峰的心中却是翻江倒海 一方面是 风七月居然在与寒冰门目前情况下 敌对居多的选越宗 另一方面是 两大超一流宗门 必然是与秦成宇的陨落有着极大的联系 秦成宇当年陨落的真相 以及风七月和赵子龙两位秦峰昔日战友的线索下落 这居然就是寒冰门世代相传 只有持有另外一枚精灵才能够开启并得到的秘藏 荒谬吗 在期望里面有地先级的领宝或者先级的人看来 绝对是很荒谬的 但在秦峰看来 却是悲凉之中透着穿透百年岁月的兄弟情谊 伤我兄弟者 虽墙毕露 秦峰缓缓地抬起手来 攥紧了自己的拳头 你们当年所受的欺压于耻辱 我秦峰必为你们百倍讨还 成宇 若你天上有灵 你且看着吧 半晌 寒冰宫殿大门敞开 一道人影落墨地缓缓走了出来 继长风赶忙迎了上去 关切问道成宇掌门究竟留下的是什么 帝仙记还是帝仙气 既长风见秦峰不言语 竟是忍不住又问道 难道是天仙记和天仙气 若是如此 当真是天不觉我寒冰门 倘若有天仙记在手 绝对可以纵横散仙界了 寒冰门也固若惊汤了 为等秦长风兴奋地说了几句话 秦峰已是一句话如一整盆冷水 对着秦长风当头交下 里面既没有帝仙记 也没有帝仙气 更不用说天仙记和天仙气了 秦长风却依旧抱着一线希望 追问道 难道是帝仙级的丹药 秦峰又摇头 什么都没有 秦长风当时惊叫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 难道成宇掌门世代相传的 就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藏宝殿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秦峰嘴角咧起一丝苦笑说道 只有一枚告知我当年真相的留影宝珠 并且为了保密 给我看完之后 宝珠也粉碎了 秦长风刹那之间 面如死灰 张口结舌道 也就是说 成宇掌门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底蕴和道藏 我们寒冰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听得秦长风这般灰心丧气的话 秦峰却是抬起手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吴之前作为圣子的尊卑之分 而是如对待自己兄弟一般 至少寒冰门有我 我与寒冰门共存亡 秦长风听得秦峰的话 也是墨地就愣住了 秦峰的实力精进速度确实很妖孽不假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掌 难道他还想要以一己之力 对抗整个天鹤宗或是玄月宗吗 面对秦长风不相信的眼神 秦峰却是淡淡笑道 当年秦成宇可以用户山大阵斩杀地仙 我亦可以 秦长风当即连连摇头道 你还在指望户山大阵 这大阵就算你会用 你到哪里弄那么多的灵石来填充进去 这个户山大阵为什么能斩地仙 依靠的就是庞大的灵石消耗 如果不能将大阵完全充能完毕 就一点力量都发挥不出来 秦长风四是还怕秦峰不死心 陈生说道 寒冰门今非昔比 这百年来坐吃山空 早已没有什么底蕴了 以寒冰门如今所有的灵石 都不可能填充满大阵的三分之一 圣子 你还是早些离开得好 秦长风宁生说道 圣子殿下 想要与宗门共存亡 老夫心领了 但如今这样做 不过是唐碧当车 飞蛾扑火 全无意义 若此时离开 也许还能为寒冰门留下再起的火种 秦长风四还要再劝秦峰 秦峰却是环顾整座大阵 笑了笑说道 给我七天时间 在这期间 任何人不要来此打扰我 秦长老拜托了 秦长风却是将信将疑 周梅问道 你是宗门圣子 如今又是宗门里炙手可热的人物 突然之间没了踪影 如何与人解释 就算我可以敷衍过去 林南天那怎么办 这老鬼 也知道这处境地 秦峰听得秦长风 喊林南天是老鬼 便知道这两人之间的矛盾 已经不可调和了 不过秦峰也懒得管 寒冰门里面的这一点破事 他淡淡说道 我夫人许宇燕会一门一荣术 可以叫他卫装成我的模样 拖过这七日就好了 秦峰自没有办法跟秦长风 慢慢解释乾坤再造宫里面 有一个分段专门是一荣术的效果 所以直接说一荣术 反而最是通俗易懂 尊夫人还有这等本事 秦长风唯唯一惊 正要在问什么 秦峰已似是恢复到了 以往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时的状态 淡淡说道 在这期间 任何宗门 上门来要写任何事情 只要尽可能的拖延 实在不行就答应下来 他淡淡笑道 反正七日之后 这些宗门的实力 他们做梦也不敢再打我们寒冰们的主意了 听得秦峰说得如此自信 秦长风虽是半信半疑 但也只好点了点头 秦长风才走 秦峰先以神念覆盖了整个寒冰宫殿 确认再无人在此 他末地就召唤出了天地集书 清光闪烁 只见一头灰鸽子先摔在了冰砖上 没等他反应过来 才抬起头看了一眼 已视如度鸭一般尖叫了起来 一双小腿 拼命地想要爬起来 但往往才爬起来 就在冰面上又摔倒了下来 这滑稽模样 简直是要把人直接给笑死 就在他拼命想要逃离的时候 一头大狗如恶虎扑羊 坏笑着从天地集书飞了出来 他似是故意的一般 直接拿小灰当肉垫 不顾大鸟的惨叫 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坐下去也就算了 居然还见笑着用厚实的屁股扭了扭 方才见笑道 这沙发不错啊 就是羽毛有点扎人啊 没等大狗的色上一句 陡然他感到头顶上一黑 脸色煞十遍了 别别 别 别下来啊 老牛 你偏过去一点啊 你这么重 没等这一狗一鸟喊出声来 只听得扑通一声 心提老牛也从天地集书飞了下来 一屁股又坐在了二哈的身上 即便这小灰和二哈都是同皮铁骨的洪荒凶兽 又哪里经得住这青牛老牛一屁股坐下来 大狗也算了 毕竟他刚才欺负小灰 这时候又被这老牛给做了一屁股 等于是现实报 小灰就可怜了 被这一狗一牛全压在身上 张着嘴巴 舌头都要快要吐出来了 偏偏老牛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 摸了摸脑门 嘟弄道 咦 这次落地怎么还有个垫子 软绵绵 满轰轰的 他憨笑道 谢谢尊主大人 谢谢尊主大人啊 秦峰看到这三个活宝的模样 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老牛 你最好赶紧爬起来 否则小灰可能就要变成第一头 被活活压死的昆蓬了 话音落下 心提老牛应声站起 哪里知道四只脚才踩到冰面上 扑吃 刺脚一打滑 笨重的牛身直接侧翻了 大狗眼急腿快 赶紧一闪 结果才想爬起来的小灰又给重重压了一次 这一下压得惨啊 差点把小灰的骨头都给压碎了 这大鸟不干了 死牛 你是故意的吧 不就是你偷吃本大爷的天才地宝 本大爷抽了你一顿吗 你这是公报私仇啊 他歪过脑袋来 可怜巴巴弟对着秦锋告状道 尊主大人 你的得本大爷做主啊 第1716章秦锋的面子 秦锋当然不会去花时间给他们评理 笑了笑说道 叫你们来天外天 不是来玩的 他抬起手来指着身后的二户山大镇说道 这个大镇 你们熟悉吗 能修复吗 有镇文 那你可找对人了 本尊最擅长修复镇文了 二哈一听有大镇 顿时就来劲了 也不管轻体老牛乐意不乐意 扒住他的胳膊就翻到了老牛的背上 结果才看了一眼 顿时就像双打的茄子一般捏拔了下来 这 这什么鬼镇文啊 二哈无力地摊在轻牛的背上都能道 有点像中土的 又不是中土的 有点像天外天的 又不是天外天的 这谁不得啊 他妈的自学成才啊 秦锋听的二哈的话 不禁问道 这镇文你不会 二哈的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这个真不会 秦锋只得苦恼地按了按额头道 我不管 最多七天时间 一定要把这大镇给修好 而且要越快越好 之前一直吃别的小灰 忍不住对大狗道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七天之内必须修好 他幸灾乐活道 否则的话 尊主大人就拿你炖狗肉火锅了 呱呱呱 看到这小灰的得色模样 秦锋也是省下脸来说道 小灰你也别得意 你也留下来打下手 七天修不好 一样为你们试问 听得小灰和二哈都倒霉了 坐在地上 悠闲地甩着尾巴的青皮老牛终于乐了 可他乐了还没一秒钟 老牛 喊你出来也不是傻站着的 秦锋说道 你负责检查各个阵文的完整程度 你先出评估报告给二哈和小灰 他们在动手修阵文 青牛听得这话 不禁一副我无辜 关我什么事的表情 一确实说道 道家小世界里 你不是最擅长做这个事情吗 天机仪你都操纵过 别跟我说检查一个大阵检查不下来 原本以为自己偷的福生半日闲 可以看这一狗一鸟疲于奔命 结果闹了半天 还是他自己的工作量最多 这青皮老牛别提多郁闷了 听得秦锋将整个寒冰门大阵的事情 都拆分开来丢给他们三个人 青皮老牛不禁挠了挠脖子 故意问道 俺说尊主大人啊 活都给我们干了 您这七天 您干嘛去啊 秦锋脸色凝重地说道 我再回中途一趟 务必要将实力解封到散先进六中以上 毕竟以秦锋目前解封的实力 都不能欲空飞行 确实是太不方便了一些 而且秦锋也有一些担心 以他散先进四中的神念 可能无法操纵这寒冰门的大阵 若是真到了危急关头 突然出了差错 那可真是欲哭无泪了 却说秦锋回到中土世界后 见到秦道直 发现这小子在张易水的管教下 竟是服服帖帖 说好听点叫从善如流 说通俗点 那就是个怕老婆的巴尔多了 要不是秦锋确信张家 肯定对秦锋没有二心 绝对要提防大则神朝礼出一个武则天了 不过在张易水的督促管教之下 秦锋这次回来也发现 秦道直比原来靠谱多了 至少是座有座乡 战有战乡 总算是有了中土大地的模样了 至于他身边那群溜须拍马的宁臣 也被张易水和龙梦宇这些反抗军起家的将领 剪除的一前二进 甚至矫枉过正 朝上朝下都以直接骂道帝 顶撞道帝提意见为封上 因为骂道帝不但无罪 一旦劝言被采纳 还会使情况给予奖赏 经营珠宝字不必说 就连天才帝宝和林兵林宝更是比比皆是 这下好了 大则神朝之内全民骂大帝 未然成风 偏偏秦道直还不能厌烦 还得做出一副虚心接受 虚怀弱骨的模样 合理的建议还得照做 要不然的话 听了不做 又多了一条被臣民骂的理由了 发火 那不存在的 一方面 张易水这个枕头旁边的督察玉石 严防秦道直的打击报复行为 另一个方面 在见识了父亲秦锋纵横百合的风采之后 秦道直在心中也是十分想变成大帝秦锋这样英明的君主 至于道地之前八十多年新政时 到处都是莫谈古事 人们见面连招呼都不敢打的一幕 已经缥缈的像是古代史了 其实也不过才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听得秦道直一五一实地向自己汇报施政的成果 张易水在一旁有时吼啦啦他的袖子 有时后补充说上几句 哪里还有之前不死不休的冤家模样 要说是贤内住 那也是绝对算得上了 听完秦道直的汇报 秦锋不禁笑道 想不到这小半个月 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秦道直也不贪功 只说是张易水的功劳 张易水则更关心的是 大帝何时带我们去天外之天 秦锋想了想说道 如今我在天外天还没有站稳脚跟 并不适合带你们大批前往天外天 毕竟那是一个比中土残酷得多的世界 我目前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护你们周全 若你们实在想去 等到如五两道都修炼到极致吧 别人不知道 秦锋自己确实清楚得很 飞升天外之天的时候 周身力量会万法归宗 化为元气 继而在宁成元神 改良体质 不管如五妖鬼 任何力量都可以在飞升时化为元气 自然是多多益善 这样宁炼元神就越轻松 改造出仙体 圣体乃至神体的可能性都会大增 这是秦锋的切身体会 毕竟不会有人像他这样 如五妖鬼四道皆通 而且还是如道至圣 真武至尊 天妖传人和鬼道根基点击的撰写人 听得秦锋说 要将如五两道都修炼到极致 张义水道还好 秦道直却是脸上难以抑制地流露出失望之色 这得学道猴年马月啊 秦锋正色说道 你们在中途所做的准备 积攒的底蕴 都会使你们有朝一日飞升天外之天时 危急时刻拿来保命的资本 秦道直撇了撇嘴 似是不以为然 冷不丁却被自己媳妇在桌子下面踢了一脚 冷声呵斥道 听到没有 以后还敢睡懒觉不起来练舞 小心我罚你睡地上 看到自己这活宝儿子 被张义水治理得耸巴巴的模样 秦锋不知为何竟是有一种 自己以前在真舞学院时 遇到小辣椒蒙优悦时的感觉 想不到 已是百年过去了 秦锋在心内叹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已经又是一代人了 张义水何等机敏 当即问道 大帝此来是不是要我们帮忙做什么事情 秦锋点了点头说道 我想在中土世界开科举室 在秦锋之前 大义圣朝是有自己的科举制度的 但选拔的范围只局限于大义圣朝 大则神朝采取的是学院制 学生通过考核进大则书院在各地的分院 分院再考进总院 再从总院选拔官员 大秦帝国采取的是师长制 学生以利为师 修完行民法典 通过考核后成为官员 积累攻击升迁 如秦锋这般要将整个中土世界的儒生 聚集起来进行科举考试 要说没有难度 还真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等于是破坏了其他两大势力 本身的官僚体系 一定程度上还挟制了大义圣朝 和大秦帝国的选人用人权利 看到张义水和秦道直为难的模样 秦锋却说道 不以大则神朝的名义 对中土开科取是 不以大则神朝的名义 张义水和秦道直这一对夫妻两皆是对看一眼 胡疑问道 那用什么名义 秦锋笑着指了指自己说道 以我大帝秦锋的名义 我们科举选出来的状元 榜眼 叹花 近视 若是潜心修炼 可以成为我的入室弟子 准备日后飞升欲外 如果想要做官 也可以选择在大则神朝事官 也可以选择回各国事官 完全听凭他们自己的意愿 秦锋笑了笑说道 我相信 我秦锋的介绍性 中土应该还不会有哪个势力感 公然说一个不字 听得秦锋这样有些霸道的话 秦道直也笑了起来 既然父亲大人这样说了 那我们就放心了 不过 这榜文怎么写啊 考什么呢 就考儒家吗 还是儒 道 法三家 秦道直说的也有道理 大则神朝的大则圣愿主教秦锋的 今世致用之说 即儒道为体 百家为用 大义圣朝则是儒 道并举 一起考察 大秦帝国则专注于法家 兼考儒家 要是指考儒道 对于另外两个势力 等于是无形中设计了门槛 秦锋摇了摇头说道 不仅仅考儒道 只要是对当事有利的学说 百家争鸣亦可 听得秦锋的话 让一水只觉得眼前一亮 忽帝说道 大帝辞觉当真是不拘一格匠人才 我言习如 道两家点击时 亦觉得百家之说 有可取之处 若是能启用墨家 兵家 明家等百家保学之事 必可以将中途治理得更好才是 秦道指也有些激动到 我们这就去着手准备 一个月之内肯定就可以张榜开考 秦锋却是摇了摇头 一个月再考太迟了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中途 21天之内 必须考完 第1717张被间隙踏破了门槛 秦道指和张一水皆是一惊到 21天怎么可能考完 秦锋笑了笑说道 很简单 只需要考上一场试即可 不需要从相试开始 层层选拔了 采用事例和学院推荐与学生自荐相结合的形式 听得秦锋都话 行到直不经意拍大腿道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根本不需要层层选拔考试了啊 直接让所有想考的人到大泽圣院来不就好了吗 路远又闭塞的 我们可以派空行楼船去接 这样15天 20天时间的话 考生们差不多也到齐了 再花一天月卷不就得了 秦道执政自明得意 冷不丁老弟一声尖叫起来 却见张一水在桌子下面狠狠掐来他的大腿一下 低声道 全中途的考生的有多少万 你要大地一天看完 你自己月卷试试看 一天看一百封卷子 怕是你就要疯了 听得张一水的话 秦锋确实笑了笑说道 有中土人族天道辅助我 一天月完所有考卷并不难 那我需要再多留出一天时间 安排电视 秦道直不经问道 电视是什么 当停问答妈 秦锋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朱圣殿堂 前十名进朱圣殿堂去考试 这一下连张一水都惊住了 前十名直接进朱圣殿堂试炼 这难度会不会太 太难了 秦锋笑了笑说道 后生可畏 胭脂来者不如今呢 在龙门关前 你不是也险些击败了我吗 张一水听得秦锋提及龙门关就是 知道他是抬举自己 也是脸上唯唯一红 这哪里叫险些啊 如果张一水这样都叫险些 击败秦锋的话 那这世间能击败秦锋的人 未免也太多了 秦锋笑了笑说道 就这样安排下去吧 不过要补上两个条件 第一 考试地点不在大则圣院 选在季下学宫 秦锋笑道 第二 每个报名的考生 需交一个营株的报名费 考试地点放在季下学宫道 还好理解 秦锋毕竟是怕大义圣朝的一众俘虏反弹 说大则神朝网罗天下因财而用之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这一人要交一个营株的报名费 这是个什么鬼 秦道直和张一水皆是疑惑地看着秦锋 一名考生一枚营株 要这些钱干什么 大则神朝现在查抄了奸命们的家产 也不缺这几千 几万枚的营株啊 别说是营株了 金株也不值钱啊 老爹 你这是闹哪一出啊 秦道直困惑不解道 难道你搞个考试 还打算盈利啊 秦锋笑道 一枚营株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筹措起来还算简单 若是不收取费用 岂不是全天下的人都是这次考试如儿戏一般 人人不管付内有几经级两个学问 都来考上一考 反正又没有成本 万一被我 被天道看中了呢 这不就变成无本万利的买卖了 听得秦锋的话 张艺水忽帝就反应了过来 眉眼弯弯 笑着说道 我明白大帝的意思了 这是不是就是扁神医所说的 但凡是恩于人 亦要取偿 非图其利 乃忘其念恩的道理 秦锋听得张艺水提起扁神医 眼神一时黯然 从秦傲留在寒冰门的宝珠来看 众人再散仙界的发展不但不是顺风顺水 可能还遭遇了极大的危机 如今扁肃星也是生死未博 如何能不叫他担心 秦道指哪里知道秦锋忧心忡忡的原因 激动地拍着大腿腹和自己老婆道 对对对 就是收了他们的钱 他们反而对你感恩戴德 不收他们的钱 他们反而觉得很廉价 老爹收一个银珠还收少了啊 秦锋回过神来 以示吃笑道 你这丝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一枚银珠 足够百姓吃一顿红烧肉了 你老爹我当年在真武学院 刚成为舞者的时候 身上也只有十几个银珠而已 去吃一顿饭都差点要赦账 你说得倒轻巧 一枚银珠作为考试费用 你叫贫寒学子到哪里筹错去 大则神朝插着几千几万枚银珠吗 哪里知道 秦道指居然跟财迷一样两眼放光 小鸡卓米班地频频点头道 缺啊 谁不缺钱啊 这年头 钱这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吗 看得秦锋和张亦水 都是对他投来了鄙夷的表情 秦锋更是按了按自己的额头 苦恼道 你这贪财如命的性格 到底随得谁啊 你爷爷秦氏 难不成还真是隔代遗传啊 就在秦锋这边在中土世界 锦罗密鼓地张榜天下 广招天下英才前往纪下学宫的时候 散仙界 尤其是寒冰门已是炸开锅了 这两天时间 原本门可罗雀的寒冰门 热闹得简直门槛都要被人给踩断了 全岳宗圣女戏岳刚被圣子秦锋戏走 第二天中午 天鹤宗仲长老道 居然护送着天鹤宗圣女 羽翼圣体的上官育儿来到寒冰门主动提亲 各方势力几乎都大跌眼镜 谁也想不清楚 明明天鹤宗可以将圣女作为一件联姻力气 招揽一个强力的盟友 即便是送给超一流宗门的实权派作为妾室 也可以是交得宠为天鹤宗提供庇护 为何要将圣女执意下嫁给寒冰门 而且更叫人费解的是 还是在寒冰门圣子秦锋上门明确退掉这门婚事之后 依旧把圣女送上门去 这不是自降身价吗 莫不是寒冰门内传言有祖师基成羽留下的秘藏 所以天鹤宗才这般盯住寒冰门不放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来这个可能性 一时间寒冰门内借着拜访为名 行测探知识的各宗门探子 若译不决 甚至连一流宗门的探子都出现了 要知道 自从基成羽陨落之后 寒冰门这样一落千丈的宗门 早就不在一流宗门的监视名单之上了 持隔几十年 竟又踏足了寒冰门之地 也许是寒冰门实力有限 也有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任由各大宗门的探子来来往往 根本不加限制 不过导也没有探子觉得奇怪 因为寒冰门内如今也是分歧巨大 宗门内部间隙极大 大长老姬长风坚持要求婉拒 时全长老林南天却坚持要求接受这一门轻视 各大长老又分成支持姬长风 和林南天的派系 彼此争执不休 有几次甚至当着各个宗门探子的面 差点在大殿里动手直接火拼打了起来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就连探子们都看出来了 同意联姻与否 哪里是一道选择题 简直就是一道送命题 拒绝联姻 等于给天鹤宗一口识 天鹤宗必然恼羞成目 直接进攻寒冰门 从天鹤宗中长老直接驻扎在韩冰门的山门之下等消息 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天鹤宗是随时做好动手准备的 同意联姻 以韩冰门目前的实力 等于两宗准备合并 韩冰门被天鹤宗和平吞并 横述都是一个死字 与其坐等别人打上门来 不如选择联姻 还可以保存韩冰门一段时间 但这就是姬长风有意思的地方 他宁可这件事情拖着不表态 不表觉 就是不给一个痛快 直到天鹤宗的大长老金明前来拜访 暗示说他们已经在山下等了三天三夜 韩冰门的行为已经失礼的时候 姬长风才终于把锅甩了出去 却不是甩给林南天 而是甩给了秦峰 众人这才想起来 韩冰门之前在天鹤宗时大放异彩的传奇圣子秦峰 这段时间居然低调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各个其他宗门的探子门只看到 圣子秦峰每日在自己房间里读书 看书 除了李蒙之外 几乎不与其他韩冰门弟子交往 低调的简直不符合 他在天鹤宗时都张狂性格 直到长老会请他到了大殿之上 当众询问他对于这门婚事的意思时 秦峰方才笑了一笑说道 婚姻大事 岂可草率就下决定 更何况我之前还明确拒绝了这一门亲事 如今就是重题 我自是要好好地权衡利弊 还请给我思量一天的时间 金明正要发作 却听得姬长峰为秦峰开解道 婚姻大事 也不可能让圣子现场表态 金长老三天三夜都等得了 难道还怕再多等一天一夜吗 金明听得姬长峰的话 只得捏了捏鼻子 撂下一句明日我听你们的答复 冷恒了一声下山去了 这哪里是上门来送亲的 简直就是上门来讨债的 众长老散去 姬长峰轻叹了一声 扳了扳手指头盘算道 已经四天时间了 再拖一天 就是第五天了 争取再拖两天吧 但他还是看着空空荡荡 人去楼空的寒冰门大殿 似是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一般 喃喃自语道 父亲大人 圣子秦峰是宁定的 可以进入密藏的人选 你若天上有灵 一定要保佑 寒冰门能够平安度过此节啊 第1718章秦峰讲五 就在寒冰门的大长老鸡 长峰与假扮秦峰的徐宇焉 拼命拖延时间的几天里 中土世界的秦峰也没有闲着 天道科举虽然可以大幅度地增强 中土各族对天道的敬畏 进而增强天道之力 符合天道 有助于人族治理的文章 也是最有效提升天道之力的 但是五道强者的晋升 也可以达到提升中土世界整体实力 增强天道之力的效用 只不过没有如道提升的那么快 那么明显罢了 但积少成多 聚沙城塔 秦峰现在正是需要中土天道之力 为自己解封力量的时刻 自是一切方法都要抓住 不可能挑肥减兽 白白错过 所以在诸子百家的学子 纷纷朝着如今位于大义圣朝的 济夏学院赶去时 秦峰却在前往三大舞蹈学院的路上 虽然原本相比于三大学院 还有人数更多 实力更强的宗门和影视宗门 但秦峰自是不可能在短短21天时间之内 走遍中土所有的大小宗门指点舞者修炼 所以秦峰选择一共开三场讲舞 每次六天 在三大学院附近的舞者 无论是宗门 还是散修 都可以前来听讲 七北妖国的妖族强者也可以来真舞学院听讲 虽然讲舞不收门票 也不像科举考试一样要交费用 但是 当众多舞者赶到秦峰讲舞的第一站 真舞学院的时候 守在百年前的五帝神坛 如今的讲舞圣坛大门之外的 不是什么凶兽 也不是什么爵士高手 而是神兽弊案 画出本体的神兽弊案蹲坐在圣坛门口 但凡身正道直的五家人经过 他便一言不发 但若是有奸恶之徒 心术不正者想要进入圣坛 则会立刻遭到弊案的呵斥与驱赶 更叫他们难堪的是 如果他们想要蒙混过关 或者是有人向弊案询问 为什么不让这些人进去 刚正不恶的法家神兽弊案 就会将他们心中的恶念 以及隐而未宪 不为人知的恶事当众说出来 什么表面上公圣温良 被地理打骂父母 那都是险戒之极了 偷情偷汉 更是家常便饭 还有涉及暗中毒害同盟 甚至害死师长 谋夺上位的 那更是来者不拒 结果是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流柳成印 居然有政武学院里负责编转八卦新闻 街头小报的 端着小马扎 一手捧着本子 一手拿着流银宝珠 也不入场听秦峰讲武了 就专门蹲点收集这些大小人物们的八卦 每天一起 连续五天 虽然粗制滥造 但销量简直是好到要爆炸 甚至比秦峰在讲武圣坛里授课的讲义笔记 卖得都要好 这就着实叫人费解了 这不是秦峰讲武不吸引人的问题 他毕竟是如武兼修 又是唯一天外天去而复返的强者 本身的口才 实力都在那里摆着 讲解自是深入浅出 如点灵溪 叫人毛色顿开 奈何八卦乃是人类的本性 不管舞者学不学如道之士 锤炼不锤炼本性 本质上都还是人 都还是会八卦的啊 龙梦宇听说此事之后 直接把真武学院如今的五位骑主找了过来 劈头盖脸超骂了一通 要求严厉查境 再报这等友商风化 专挖隐私的小报 直接赶出学院 丢进大荒卫凶兽 众所周知 龙梦宇曾经是真武学院的学生 后来苦心修炼 执意通过击败秦峰大帝 在青铜古殿的虚影 拿到了毕业状 但曾经的真武学院学子 如今已是大则神朝的大将军身份 更兼武神实力 无论哪个身份 单独拿出来 指着五位骑主的鼻子骂 都有些不妥 但如果把这两个身份 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莫说是当众训斥真武学院的五位骑主 就是直接开奏 他们也只好忍着 毕竟真武学院走出来的强者多了去了 除了最有名的秦峰大帝 当年追随大帝的一干惊天动地的强者 几乎都是真武学院出来的 随便拿出来一个 都是真武至尊级别的强者 分分钟吊打如今的真武学院五位骑主 反倒是秦峰没有太激烈的反对 因为他也知道 从他当年在真武学院时起 就有这种八卦小报了 还堪载过他根蒙优越的绯闻 这也算是真武学院的一个传统特色了 在真武学院的五天 最终以秦峰在青铜古殿内 指点众多舞者与自己的虚影切磋 演武而落下帷幕 当场突破桎梏 请求入雷霆之海承受雷劫 突破境界的就有千人 最终突破境界者接近七百人 心境真武至尊一人 五神百人 五胜三百人 天武者无算 要知道 这样的晋升成功率放在如今的中途 都是十分可怕的 更何况还出了一名当场晋升的真武至尊 那是一名隐世宗门的掌门 眼看着千年大县将至 得了秦峰的点拨 晋升真武至尊 得以续命 激动得差点没昏过去 这也导致晋风在接下来的神武学院讲舞会时 出现了整个神武学院拥挤堵塞 不得不将学院弟子的宿舍都拿出来挤挤 用来接待来宾的局面 甚至有很多人在真武学院没听过影 或者还差一些突破 厚着脸皮来继续蹭可听的 至于你说晋风大帝之前斩杀神武学院首座白起 斩杀神武学院新兴太子孤天涵的事情 这都是哪年的冷炒饭了 神武学院的高层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了 连神武学院原本物尽天泽 强者生存的旧孝训都被废止了 如今的神武学院首座书起来 还与秦峰有些渊源 是当年鬼谷至尊的弟子孙斌 五天时间 秦峰在孙斌的陪同下 败回了一些以前各个宗门的故人老友 很多当年与他不过点头之交的人 如今虽然成为了宗门巨拨 在见到秦峰时 依旧激动不已 甚至有拿出流影宝珠和影流念 这种情况发生 把秦峰整得那叫一个尴尬 五天的神武学院讲武结束 这次三千人要求入雷霆之海 成功突破两千人 真武至尊虽然还是一位 武神确实有七百多人 武圣千人 天武者更是不计其数 成功率比在真武学院讲武时又高了 秦峰的讲武并不能直接为武家强者增加实力 也就是说 听秦峰的讲武并不能投机取巧 偷懒耍滑直接代替武者练功 修炼 但对于底蕴积累深厚 只是苦于瓶颈 一直无法突破的武者 往往听了秦峰的讲武之后会灵光乍现 毛色更开 这些人不是不努力 而是已经充分努力了 只不过或是拘泥于眼光 或是受限于天赋 或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无法更进一步 秦峰就可以做他们的引路人了 秦峰不能帮他们练武 不能帮他们勤奋 却能帮他们解决除了勤奋刻苦以外 其他所有的事情 接连为人族提升造就了两位真武至尊 与近千名武神 数量更多的武圣以及天武者 秦峰终于感受到了逐渐增强的天道之力 应该足够我将实力解封到散仙境武中六到七层的样子 在将心境突破的武者们从雷霆之海接回来后 秦峰坐在床榻之上 通过冥想感受着不断增长的天道之力 但是到如今 散仙界波澜诡诀 实力自然是越强越好 多多益善 如果我要接引父亲大人 或是其他人前往天外天 还需要耗费大量的天道之力 天道之力要尽可能的多起来才好 圣武学院的最后一场讲武 要争取突破人数达到前两场的总和 原本秦峰还以为这个目标要再争取争取 甚至冲刺一下 可他到了圣武学院才发现 实在是有些低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了 陈武学院讲武时没听过瘾的舞者通通赶过来了 尤其是靠近圣武学院的大秦帝国更是不愿意放弃一丝一毫提升国力的机会 几乎军队系统里所有第五镜以上的舞者都拉到了圣武学院 远远看去就像一片漆黑的海洋一般 这还没算上经过前面两次讲武的宣传 慕名而来 赶到圣武学院的散修舞者和宗门老怪们 这些来路各异的各色强者 将本来就不如真武学院和神武学院占地面积大的圣武学院赛的摩肩擦肿 水泻不通 圣武学院的莫斯堂内 秦峰在众人的陪同之下 朝着堂上圣武学院初代巨子 也是他前世如军时最大对手莫迪的画像缓缓拱手 深深做衣行礼 如今百年时光 白居过细 秦峰当年与莫迪的恩怨也早已在诸圣殿堂的成圣之路时就已开解 即使来到莫迪的学院 向故人行礼问好 也是应有之意 深深鞠躬 缓缓起身 莫迪之女莫文景便迎了上来 虽然秦峰曾经是他的后辈 也多蒙他的照拂 但秦峰身份已是中土大帝 他也不敢有丝毫地僭越 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帝 这五日在圣武学院 您看如何安排是好 还是如神武学院一般 安排三天讲武 一天实战与一天实力突破吗 秦峰听得莫文景的话 却是达非所问地查出一句话来 文景至尊 姬成羽的妹妹 姬怀为 如今是不是在你的圣武学院里 第1719章以后我就是你的兄长 听到秦峰发问 莫文景也全无隐瞒的必要 点头道 小微确实在圣武学院担任教席 大帝怎么突然想起来找他 难道是他兄长在天外天 秦峰想了想 也知道莫文景是自己人 当初要不是飞升人数限制 肯定也一起飞升欲外了 也不隐瞒他 陈生说道 确实是天外天之事 莫文景听到这话 也是脸色唯唯一僵 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小微对于兄长的感情羁绊 一点不雅于秦岚之余大帝 您一定要照顾他的感受 他之所以修炼到真武至尊 支撑他的信念 正是有朝一日可以飞升天外之天 与他哥哥相见 已是中年美副模样的莫文景 轻声叹息道 若他知道 他心心念念 日思夜想都要追赶上的哥哥 已经在天外天遭遇不测 我恐怕他的五星会 行风点了点头 陈生说道 我自有份寸 少清莫斯堂之外 一名身穿阴色剑袍的青年女子 在遍墓街市苏伊斗莉 草鞋麻衣的圣武弟子当中 明艳如绿叶衬托下的桃花 青年女子所过之处 圣武弟子们也是纷纷停下脚步 向他施礼 称为姬老师不叠 虽然秦峰在真武学院时 就与姬怀为相识 但在中途时间短短三年 他也只见过他区区两次而已 初见时是姬怀为经过通天塔浴雪赛 原本获得了前往通天塔的机会 却被真武学院高层直接黑掉的时候 第二次见面 就到了秦峰与姬成羽等人 准备飞升域外的离别时刻 第三次见面 便是此时此地了 当年在真武学院 必有于姬成羽臂弯之下的豆蔻少女 终于长成了 但见英色剑袍的女子缓缓走到秦峰面前 也不阙场 静止就将秦在手中的戴俏林兵长剑一个翻转 背在身后 向着秦峰行礼道 参见大帝 秦峰却没有摆丝毫的架子 朝着姬怀为笑道 笑为姑娘 好久不见 他原本以为姬怀为会稍稍吃惊 谁知他竟是淡淡笑着说道 是啊 百年不见 凡人的一生都过去了 真的是好久好久了 这一下 秦峰反倒是不知道该续什么话才好了 秦怀为却是先笑着问道 大帝 我哥哥在天外天 可还好吗 秦峰之前说秦成雨在天外天陨落 只是告诉了中土人族天道和小灰他们在内的极少数 此时终要将这秘密公诸于世 定了定神 陈生道 小微姑娘 令凶他 令凶他在天外天 秦怀为何等聪明的人儿 哪里能读不出秦峰隐藏在吞吞吐吐后的雨中深意 我哥哥他 他难道 秦怀为的秀美忍不住站抖了起来 非常不好的预感之下 他却又好像是命运惊涛中的孤叶偏周 即便明知命运如何 却还想要抓住最后一线生机挣扎 而这最后的一线生机 也在秦峰的长探之中被打碎了 令凶陨落于天外之天 当我得之时 已是百年之后了 无能为力 痛心疾首 即怀为的目光骚然如被针扎了一般 半赏方才回过神 语气为明问道 我 我哥哥他是怎么死的 秦峰沉声说道 他在天外天建立宗门 为本土宗门所计 在他度节时将他暗算 秦峰又低声解释说道 我之前在送众人去天外天时 被上界大能伏击 险些陨落身死 到达天外天时 已是百年之后 成瑜也已经陨落数十年了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他 是我的过错 姬怀为听得秦峰的话 眼眶虽是通红 却是咬住被齿没有哭出声来 是谁 杀了我哥哥 秦峰沉声说道 虽不知具体是谁下的手 但想来与域外的两个超一流宗门脱不了干系 他看向姬怀为道 你的本心不可动摇 终究会有去天外天帮你哥哥讨还血债的时候 秦峰激励他说道 我与兰兰他们也失散了 他们可能也陷在危险之中 所以你的心情 我完全能够理解 我也在焦急等待着他们的消息和下落 若生必要重聚 若死必要复仇 李虽失去了基成与这位兄长 秦峰气息深沉 言出必见 铿锵如铁道 但今时今日喜 我秦峰 就是你的兄长 此时感受到了秦峰说这话 使眼神之中的凝重 也感受到了他言出必见的沉默 姬怀为忠实在也忍不住自己都泪水 如是真正的兄妹一般 扑在秦峰的怀里 失声痛哭了起来 圣武学院五天 心静真武至尊两位 其中真武至尊大圆满一位 正是基成与之妹 如今的圣武学院教习 姬怀为景三大学院的三次讲武 中土世界就多了心静真武至尊四人 心静武神静万人 武圣接近两万 天武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在如武病历时期 乃是救中土时期 是根本叫人想都不想都数字 毕竟在救中土时期 天武者都可以做家族之主 武圣都可以做正国武圣了 哪里如现在这般俯养皆是 在真武学院这几天时间 行风也抽时间去了一趟与孟泽 继扫母亲钟离灵儿的粉种字 是应有之意 更重要的是 她要来会会自己的父亲情事 比起送走徐宇焉的时候 情事似乎又苍老了许多 这在救中土时期 活跃得要命的忧水公主 竟是沉默寡言起来 而且有时候 行风一句话要跟他讲上好几遍 他才能够听得懂 就好像有老年痴呆的倾向似的 行风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乾坤再造工修炼至化境 没有武力波动 也没有念力 因为万事万物都可以为他所用 那么乾坤再造工的化境修炼者 自己也就变成了万事万物 也就是说 行事虽然有如真武至尊那般的千年寿元 或者说可以想办法来延年益寿 但身体是会衰老的 也就是说 行事真都老了 这一对命途多船的父子 相悲而作 竟是没有一个人打破这尴尬的寂静 终于秦风忍不住主动开口说话了 父亲大人 你随我一同去天外天吧 秦风似是怕他拒绝 直接开口说道 我跟羽烟在天外天的时候 都很想念您 果然 当秦风说起羽烟的名字时 秦氏那有些浑浊的眼珠骚然一愣 他末地就低下头来 眼神里哪里还有一丝刚才的木然 只有不仁与不舍 我 我的身躯只是凡人 如果要去天外天 不知道你要为我额外消耗多少力量 秦氏摇了摇头道 此事不妥 绝对不妥 与其这样大费周章 不如叫我一个老头子中老乡也得好 我生时没有好好陪你娘 死后与她长久作伴 不好吗 秦风听得秦氏的话 却是一把攥住了自己父亲的手 似是在感受着与自己血脉相连的默契 父亲大人 天外天的广阔战场 浩瀚世界 不正是无数中土修炼者向往的热土吗 秦风见秦氏似有所松动 又取出一枚自己拓印下的流银宝珠 递给秦氏 其中画面正是寒冰门密藏内 秦澳对秦风所要说的一些话 果然 秦氏的眉头在探到姬成羽身死 众人处境危险的时候 见眉墨地就立了起来 秦风趁热打铁道 父亲大人 这还远远没有到您可以休息的时候啊 秦氏眉头伸锁 长生说道 风儿 那我去天外天之事 就麻烦你了 秦风正要应允 却听得自己老爹落着白胡须 有些自明的异地大笑了起来 果然 没有老夫给他们运筹帷幄 啊 这老小子也会阴沟里翻船 哈哈 秦风听得秦氏的话 也是不禁笑了起来 他知道 旧中土时期 将三院七国 各大势力和圣财武愿丸的团团转的优水公主秦氏 回来了 就在秦风致力于增强人族整体实力 获取天道之力 解封元神的时候 凡兵门的情况 却是一点也不容乐观 联姻这件事情 在拖到第六天 也就是中土世界的第十八天 刚刚结束三院讲舞的时候 天鹤宗主到了 韩兵门可以将金明义干人等 晾在山门底下 却无法将明义上还是联盟宗门之主的天鹤宗主 拒之山门之外 否则就是极大的失礼 只见天鹤宗主 带金明等四十多位天鹤宗长老一起来到了 韩兵门的大殿之上 既长风看到天鹤宗来势汹汹 很多长老都面色不善 便知道 恐怕这第六天是拖不过去了 因为韩兵门目前没有掌门 所以天鹤宗主几乎是反客为主 拒奥地坐在最上手的位置 冷冷看着韩兵门一杆众人道 本来两宗联姻是一件大好事情 正是彼此精诚合作 同舟共接的大好事情 不知贵派是什么用心 却偏要生出这么许多波折来 今日你们韩兵门若不给天鹤宗一个交代 他用手攥住交椅的龙头扶手 冷冷笑道 哼 为了我们天鹤宗的脸面 我们就只好给你们一个交代了 第1720张假冒位列的地仙器 眼看局面因为天鹤宗的到来而彻底陷入烈势 即长风只觉得额头震震冷汗甚出 但他依旧强坐镇定 一扶一秀道 天鹤宗主 韩兵门毕竟也曾经是一流宗门 兔子急了都是会咬人的 天鹤宗主身边的精明因为听得灵南天的现报 知道韩兵门的大阵早已废弃 正要开口激疯 却被身边另外一名长老给抢了先 那长老冷笑道 老兔子 那你倒是咬我一口试试 即长风的脸色作然难以抑制第一将 他最担心的一幕终于发生了 天鹤宗的人知道了他的底牌 或者说是故意让这个长老出面来试探他的底牌 但韩兵门的护山大阵 早已神威不在 又怎么可能使得出来 次是察觉到了鸡长风的难色 那天鹤宗的长老欲发帝有恃无恐起来 他连续上前好几步 几乎都要贴到鸡长风的面前来了 他长老英森笑道 久闻韩兵门的护山大阵 可斩地先 在下仰慕已久 若能一见大阵争容 死而无憾 那长老步步紧逼 甚至还敞开双手 面向鸡长风冷笑道 只怕这所谓能斩地先的韩兵门护山大阵 不过是指指老虎 听得长老的话 其他天鹤宗众人皆是不由地的意嘲笑起来 恐怕 你这只老兔子怕是也只会乱叫 连咬人都不会的 那出言不逊的天鹤宗长老 此时得寸进尺 竟是直接伸手去拽鸡长风的衣领 情况到了这样 还不清楚明白吗 这名天鹤宗根本就是来故意试探鸡长风虚实的 如果鸡长风手里有真的有威力绝伦的韩兵门护山大阵 别人都上来揪他领子了 就算不为了个人融入 作为韩兵门的大长老 为了韩兵门的脸面也必须出手 但如果韩兵门依旧没有出手 或者没有动用大阵的力量 那么 看到那天鹤宗长老伸手去扯鸡长风的衣服 满脸皱纹的林南天眼神骚然杀鸡蹦见 因为他知道 一旦韩兵门的虚实被天鹤宗探知 这边在场的天鹤宗主和一众长老就会立刻动手 除非鸡长风事项投降 否则必死无疑 可就在此时此刻 鸡长风居然动手了 一剑凌云 带着森然寒气 直接朝着那名长老拉上来的右手斩去 这是鸡长风全力出手的一剑 他要为了自己和鸡长风的尊严体面 即便曝露了韩兵门的软了 或者说横竖都要曝露韩兵门的软了 他也要这胆敢公然侮辱他的天鹤宗长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那胆敢挑衅的天鹤宗长老哪里能不防被到鸡长风反击 当即一剑仙气从衣袖里 静止飞出护主 争 鸡长风拼命的一剑 竟是戳在那一剑玉盘模样的仙气上时 被白光照住 韩兵见盲璀璨闪烁 竟是难以寸净 帝仙气包括鸡长风在内的韩兵门长老们皆是惊住了 天鹤宗这等二流宗门里的长老 怎么可能会有帝仙气保命 即便是天鹤宗主 恐怕也只得几件帝仙气在身边 也就是说 这个长老根本就是天鹤宗主故意让他挑衅鸡长风 是出寒冰门的底细 这长老有帝仙气保身 相当于怎么样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毕竟帝仙气 帝仙气 至少可以抵御帝仙的一级 这天鹤宗长老自然是有恃无恐 怎么样出格的话都敢说 出格的事也都敢做了 天鹤宗的目的也达到了 他不宜于立地挑衅 终于引得鸡长风出手 他没有使用护山大阵的力量 精明当时就激动地裂开嘴大笑了起来 什么护山大阵 不过是指着的老虎 今日就是 精明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的一张狂的笑容顿时就僵在了脸上 从鸡长风的身后 虚空骚然粉碎裂开 一口足足由五尺宽 两丈长的巨大兵舰刹那形成 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 弄插 庞大兵舰锁过近是迅如雷霆 见过直接就将那剑品级势地掀起的玉盘 直接斩成两半 不仅是玉盘 还连着玉盘后面的天鹤宗长老 一起斩成两段 一名天鹤宗长老刹那之间 横死于寒冰门的大殿之上 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 甚至包括鸡长风自己和这被 横空兵舰斩死的天鹤宗长老 脸上都是错愕到完全不相信的表情 直到巨大兵箭弄插粉碎 化为水旗消散的无影无踪 所有人才彻底反应过来 必掀起 一劫而碎 金明等天鹤宗长老一个个连舌头都要吞下去了 难道说 寒冰门的护山大阵能斩地先 是 是真的 不只是金明 就连天鹤宗主都将疑惑不解的目光朝着陵南天望去 陵南天明明拍着胸膛跟他们保证 说寒冰门的大阵早就无法启动了 所以他们这才有恃无恐必让人去挑衅鸡长风 试探他的虚实 这下好了 一件地先戏 几乎算是二流宗门的镇宗之宝了 还捎带着搭上了一名天鹤宗长老的性命 这笔坏账 当然是要算在陵南天的头上的 其实不要说陵南天一脸蒙逼 满眼难以置信 寒冠自己都是金柱了 他本来只想着拼死一搏 也没指望真能杀一个天鹤宗的长老 只想斩下他一条胳膊 给他一个教训 哪里知道 居然会触发护山大阵 直接碎了天鹤宗一件地先戏 外加秒杀了那名出言不逊的天鹤宗长老 这时老掌门显灵了 但旋即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姬长老 是我 醒风 每等姬长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醒风的声音已是继续说道 大阵还需要一些时日才可以彻底修复完成 刚才出手碎了一件地先戏 加斩杀一名天鹤宗长老 虽是为了振折天鹤宗 但也让振文又崩坏了许多 秦风的语气不虚不及道 所以千万不能被天鹤宗看清我们的虚实 所以麻烦大长老 已会我怎么说 你怎么说 秦风的话应当落 姬长风已是在看向大殿里 震惊的目瞪口呆 甚至想要先行对寒冰门发难的精明 他自己不知死活要看本宗的护山大战 又说出了意外 死而无憾 大家都是听到的 秦长风落了落胡须 也不知道是要缓解自己尴尬的演技 还是真的有些的意道 原本我也要估计两宗情谊 只打算保持惩戒 只是没有想到 你们天鹤宗的地仙气如此假冒位列 连护山大镇十分之一力道的一剑都接不住啊